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欢到1063月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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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身剝弱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君見聞得受持 我君見聞得受持 圓滿如來真實意 圓滿如來真實意 我們請看大波羅波羅密多金 見第471 第二分眾得相品第76之四 我們看我們的影印的版本是1063月 我們還是從那個第二段 從這邊開始 既受善現互百佛言 若依世俗失色 因果分別分為差別 不依聖意 則因一切遺夫益生 依有易流易來 不凡歐羅漢果 獨解菩提提佛無上聖等菩提 有善現就是問佛陀 假如我們依世俗地 因為依世俗地來講 世俗地都有階級 有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 這個都是依世俗地的 所以分為差別 不依聖意 那我們一切的凡乎 用功修行者 那當然就會 則因一切遺夫 也一樣會有所謂出國惡國 因為我們用世俗地 用世俗地來 來讓你提升道業的這個進步 因為世俗地你要有一年級、二年級的時候 大家才會有那個進步的那個前程 你如果沒有說 有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 這樣的那個分為差別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沒辦法 然後更上一層樓 所以善現問他的老師佛陀 佛告善現、以意迎合 遺夫一生、偽如時節 世俗、聖意、二弟離佛 可是我們今天學佛法 大家一定要把它弄清楚 一種話人家跟你對打 我們要懂得去判斷 他是用聖意地來交流、溝通 還是用世俗地來交流、溝通 這是你要懂的 大家我們凡夫的人 他如果沒有明星、見性、見法、悟道 一般所講的話 大部分都是世俗地比較多 不可能跳到聖意地去 所以佛告善現、以意迎合 遺夫一生、如時節 也就是說遺夫一生的這些的眾生 他有辦法分辨世俗、聖意、二弟離佛嗎 有辦法嗎 若如時節、二弟離者 假如你了解二弟離的人 不過大家漸漸聽經文法以後 我們也會慢慢理解 像以前師父剛出學 我也不懂什麼叫世俗跟聖意 我們也搞不清楚 那你如果在佛法裡面 一直心許久了以後 你以後就會知道 什麼哪一種語言 話所表達叫世俗地 哪一種語言的話表達叫聖意地 你就會理解了 所以若如時節、二弟離者 比一、應有、異流 也就是說我們如果了解這個二弟裡 這是俗地跟真地的話 也會有所謂出國、二國、三國 異流就是異被進入聖人之流 所以叫異流 那我們如果達到這個異流的人 你第一個這個修行者 我們必須在你的二六十宗裡面 你的那個身見要轉化 就算你的身見轉化沒有一百分 你最少要及格 我們所說的這個身見的轉化 我們講一個世間的屁語 比如說人與人之間 我們為了某一個意見 有意見在吵架、在爭吵 那如果我們把它說 我一定要爭吵到贏過對方 我們把它叫做執著一百分 那我們今天修學佛法以後 我們就知道 就算我今天真贏得到一百分 其實我回去也是煩惱一大堆 然後我真的八十分是我對 我回去也是一樣睡不著覺 因為我們會有掛礙 那我們今天如果聽經文法以後 我們得到異流的人 就是我進入了建法悟道 一流兩個字就是我要進入聖人之流 因為我們建法悟道的人 才可以叫做聖人 聽得懂啊 因為他已經沒有反覆的那個直取 沒有反覆的直取是 越來越少、越來越沒有 也就是說你的直取越來越少的話 你才可能啊 才有辦法進步進入聖人之流 因為你才有辦法破身見 破我見 破我見 然後我們 所以異流就是異入聖人之流 那你就要準備 把三個缺點給改掉 就是身見解、疑解、戒經其解 最重要的是身見解 人家在你的身上 眼跟看色塵都聽聲塵 在你的身上跟你品頭論主 你就算有聽到或者沒聽到 那有一天呢 過幾天你聽到 你都不會再去回想或者去掛礙 這時候我們就看 都完全看到呢 你這個修行人安住親近平等 那我們就知道說你 你漸漸就是破身見了 所以破身見並不是 你跟世間的那個學校讀書一樣 破身見要每一顆得到80分 叫破身見 我們不是喔 我們沒有那個分數給你喔 我們只有給你什麼 只有你一道六跟一道六成 你的我見、你的身見 你的掛礙的那個時間空間 比例越來越少、越來越少 然後少到連一秒都不會起來 然後我們就知道 應無所助我升起心 這個才叫我預留的人 這樣子 除非你用這樣子去考考你 今天我故意在你的面前喔 把你撈開 讓你在大眾沒有面子 讓你看你可以保持幾天 你會不會喔 這個法師實在有過沒修養 這大眾跟我露氣 讓我沒面子 然後討厭法師討厭一個月 那這個就是還沒有進入 一流的水準 一流的水準如果我今天 不管我們遇到逆境、順境 人家評論我們 我們聽到 或者別人轉述給我們 我們也聽到、看到、見到 然後我們放在心上的掛礙 時間越短越好 聽得懂嗎 所以諸位你 因為我們佛法 它不是世間法 它不是用分數來累積 它要轉化執著來累積 那我們今天遇到 那個順境 人家跟你讚嘆 那個人喔 那個唱歌換敗 換被人唱得太好了 那我們被人家讚嘆 我們聽到 那我們看看 我們會快樂幾天 然後我們可能都知道說 逆境的語言、順境的語言 我眼睛看到、耳朵聽到、鼻子嗅到、舌根腸到、身體觸到 我都不再放在心上了 我們講說不放在心上 不是嘴巴講 是你要自己內觀 你還會不會有所 那個第六意識有所記憶 如果你的記憶越來越少 那就表示說 你的執著越來越減少 這時候你就漸漸往後深見這一條路來 所以人家批評你 你也聽到 那你根本不會再去 像世俗地還要去追 是哪一個人、哪一個人、哪一個人 我要去看看他、我要去找他 那這表示說 我們這個念頭起來 就表示聲見太嚴重了 聽得懂嗎 所以我們轉化聲見 並不是在世俗地裡面的分數高低打分數 我們是看你對這一句話 逆境跟聖境 你耳朵聽到、眼睛看到 那你對你個人的微觀環照 你看得開放了多少 看不開放了多少 因為看得開叫順境的執著 看不開叫做逆境的執著 我們看得開也要縮短時間 比如說我今天順境看得開 我執著還 執著三天 那表示你還是深見 聽得懂 大家記住 並不是只有講逆境來跟你考試 包括順境也是一樣要考試 聽得懂 所以如果你這樣子懂了以後 你就開始從這裡去截觀 截知你自己 如果你的時間空間 越來越縮短 越來越縮短 那我們當然那個煩惱 我們要證明有沒有煩惱 你去打坐就知道 你在打坐裡面 吳玉宗都有無知無明的念頭起來 就表示我們都還有深見 你都還是深見很重的 你今天如果用彈奏的時候 用阿納波納的截觀 阿納波納只是來截觀 阿納波納的那個觀念 他不是用來修功夫用的 聽得阿納波納其實真的不是用來修禪定用的 他是用來會觀用的 用來讓你看到你的執著嚴重不嚴重 這個才叫做真正阿納波納的本意 所以我今天看了大念促軍講說 你如果用阿納波納 在佛陀那個年代他的描述 我一看了我也嚇一跳 最少最晚最晚是七年就證俄羅漢國 光用阿納波納 我說七年證俄羅漢國 那一兩年不是可以證出國嗎 我那時候看了以後都嚇一跳 為什麼我們現在這麼多人在修阿納波納 連出國惡國都真的那麼辛苦 後來我才知道原因 因為我們後期的阿納波納 他把它偏定去教育 要記住喔他是偏定去教育 佛陀在世的阿納波納是會觀的教育 我才懂答案 聽得懂啊 所以你如果用會觀去做教育的話 你的阿納波納就可以轉身件破身件 可是你如果把阿納波納拿來修禪定用 你就會越修越直有 因為修定是善法的有 他是不會造業 但是你今天修法 你只要善法的有還是直走啊 因為我們波羅波諾密多的教育 是盡量教育你二邊不早 聽到你善法的有也不能直走 你二法的有也不能直走 聽得懂嗎 所以你看金剛經為什麼會跟你講 法上因捨何況非法 前面那個法就是正念正知的法 你都要捨掉 何況我們要去起心動念造業的那個法 你更要捨掉 所以大家在用功的時候 我當然隨即攻得跟你讚嘆 但是你的目標是什麼 那個功課來摘給你 把我執生健慢慢轉化慢慢減輕 聽得懂 你要自我教育到這樣 你自我教育到這樣 你才叫做波羅波諾密多 聽得懂你才能夠 法上因捨何況非法 法就是善法 你包括無違法 無漏法 都叫法 聽得懂 連這個法你都要捨何況我們錯誤的 那個執著的法何況非法 聽得懂 所以你絕對用功修行 你絕對不能一直 越用功越修行 我們以世間的那個 比較通俗的手法說 你不要越修越貼標籤 聽得懂 貼什麼標籤 我修行幾年了 我讀什麼金 我用功到什麼階位了 那個是貼標籤 我們法是要在你這個用功修行 看不到標籤 看不到你是一個 真的有那個修行的那個架式 架子 你不行的 聽得懂 所以你要講說 佛陀就告訴你說 難誅一夫一生 你看我們反乎 就是糊裡糊塗 不了解 所以反乎一生 不如實解世俗聖義故 我們在世俗我們要執著 我們修了聖義也要執著 聽什麼都要執著 所以無聖道無修聖道 所以這個都不能叫做修聖道的人 聽得懂 所以只會你用任何功課都要做 但用那個功課來看看你的職走 嚴重不嚴重 比如說我今天拿念書念這個佛號 我要得那個一心不亂 可是得一心不亂 你是要我職拿掉的人才有一心不亂 不是用那個外公的功法得一心不亂 那個叫一心不亂的答案 不是 是借用一心不亂看到你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受者相 那個才叫做真正的一心不亂的境界 不是用那個四相的那個一直練練練練 可是你要練也可以啊 你可以把它練到你是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受者相 這個才叫做拿摩阿彌陀佛 因為阿彌陀佛是無量光無量受的解釋 為什麼 我就用這個佛號 超越對時間空間的職走 我超越職走才叫做無量兩個字 如果我沒有超越我叫做有量 有量光有量受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喔 攔出一副一生我們法務就是不了解 聽得到 因為你都沒有透過應一師為修 所以我們讀到這裡 你可以用你喜歡煉火來破你的職走 不是只有一心不亂 你可以轉你的職走 然後呢 不如實之啊 結 如實之結 事屬聖義故 無聖道有無修聖道 不可施設有諸聖果分為差別 那本來我們今天佛法就是希望你每一個修心者 馬上就得到無上正能補底 我們不需要得到那個中間的小學畢業 中學畢業 高中畢業 大學畢業 我們不需要這個 所以才會跟你講說 無聖道無修聖道 所以你今天用功 你在外表上不能標榜我是一個修行人 你標榜我是一個修行人 你已經換了慢心 我慢了慢了 你要記住 你要訓練到人家看不出你是叫修行人 你才真的厲害的人 假如你被人家看出來你就不叫修行人了 因為你是我職 有身見 所以不可施設有諸聖果分為差別 所以我們今天為了用功修行 我們為了達到波羅波羅密多 那波羅波羅密多的果味是什麼 清淨平等四個字 聽到 無人相 無我相 無眾生相 那清淨平等 我們今天用功修行這樣子 為諸聖者能如實 結世俗聖意 也就是說如果你是見法悟道 理解佛陀所講的真實意的人 你才懂得什麼叫做世俗跟聖意 有聖道有修聖道 有師得有聖果差別 你才知道的 好 下面 既受善見互百佛元 若修聖道得聖果佛 你看喔 主委 你看我們在外環衛 如果提早聽到這一句話 我們一定會有孔有不有畏有懼 我今天花了那麼多的心血要努力用功 難道我不要有果味嗎 以事實力來講我今天那麼認真讀書 我難道不會得到前三名嗎 我們四十弟是不是這樣子 我有一分跟你一分努力的成就 你看喔 七受三念互百佛元 若修聖道得聖果佛 佛元佛元 你看 戴剝洛法會才跟你講這個 如果一般的人他還不理解佛陀 還不能提早講這一句話 提早講這一句話那些的外環衛的人 聽了會害怕 有孔有不有畏有懼 我今天一分根引一分收穫 我得到成績不是理所當然嗎 聽了我不是這樣子嗎 可是今天佛法喔 培養用功修行的人 絕對不是在培養那個 可以越用功越修行 然後得到我見身見我慢很重的人 我們不是在培養這個 你要記住喔 我們釋迦牟尼佛佛法的教育 你要懂這個 那你要不要用功 要 可是你的用功是為了 幹嘛 把我慢拿掉 把身見拿掉 不是要用功那個功課的那個成績單 是那個功課本身要在培這個修行人 沒有我見 人見 眾生見 受者見 我們的功課是這樣子 大家你要記住喔 我們釋迦牟尼佛的功課是走上這條路喔 所以你要不要用功 要 但是你的用功的那個目標 是無我相 無能相 無眾生相 無受者相 這個無不是火定的意思喔 這個無是不執著我相 不執著人相 不執著受者相 聽了這個無是這樣的意思 無不是推翻的意思 如果你把無解釋推翻 那你這個 你的觀念就多入斷見空見 聽得懂 就多入斷見 所以你功課要不要做 要做 但是做的當中你要訓練不止走 那個功課裡面的有所得的果位 所以你要有心理準備喔 假如你要想要無上正等補體成就 你要有心理準備 所以 七受善見 互拜佛願 不修聖道 得聖果佛 前面講說 修聖道 得聖果佛佛 佛願佛也 可是下面據說三線 又問佛陀 前面叫修 現在叫不修 修是不是有 早有 不修是不是無 聽得懂嗎 不修聖道 得聖果佛佛 佛願佛也 也不行 也就是說你今天問說 我今天用功修行會不會到業成就 或者不會成就 佛陀都跟你回答佛也 為什麼佛也 因為我們今天用功修行 根本不是要那個成績單 但是你如果要那個成績單 你一定會著編 聽得我們要的是什麼 諸法清淨平等 我們今天用功修行的目的 修學波羅波羅密都 希望你得到諸法平等 諸法平等你如果得到了 那個禁界就是禁獨東所說的一心不亂 如果禪宗講的就是民心見心 聽得懂嗎 如果我們教理來講就是會觀成就 因為平等的意思 所以你看佛遠佛也 善現擋之 我為什麼要跟你善現回答這個 你說要修 我也跟你打佛也 你說不修 我也跟你回答佛也 聽得懂 為什麼都跟你打佛也 因為希望你二邊不找 有邊也不要去找他 無邊也不要去找他 也就是說今天人家問你 請問你們學佛的目的幹嘛 假如你回答我要成績 得到建法開悟 得到無上正的補底 你這樣回答就找有邊 那以波羅波羅波羅密都的角度來講 不行耶 為什麼不行 因為善現的水平 已經達到世俗地所講的博士畢業 那你博士畢業還要問我這個有跟沒有 那你不是退部嗎 有跟沒有是要小學生的人來問 聽得懂啊 小學生來問我 有釋迦牟業我會跟他答有或者沒有 可是你現在善現不是這種料子 你不是小學生 你是博士 你不是還要問說今天修學佛道 這個有或者沒有的答案幹嘛呢 聽得懂 有跟沒有的答案 是給誰回答 給那個小學生 因為為什麼小學生有所得的心態 我們今天剛學佛也是有所得的心態 所以建議大家你們已經從小學生 現在已經進入大學了 你在大學的時候你就不用再問說 我今天用功到底要成就或者不成就 或者不成就 或者要成就 那你就著二邊 聽得懂嗎 所以佛言佛也善現當之 非修善道能得聖果 現在喔 給他總結 下一段就是 佛陀跟善現回答總結 非修善道能得聖果 再來 一 非不修善道能得聖果 你看喔 是不是有邊跟無邊 都不要去執著他 為什麼 因為你已經是大學畢業生了 你不要再跟我問那個小學 或者是中學的課程 你要問的是說 非修跟非不修 聽得懂 因為非修是無 非不修是有 你今天用功到這個階段 你已經程度很高了 你不要再跟我問有或者是沒有 聽得懂這一次 再來喔 下面 非禮善道能得聖果 非依非助善道能得聖果 你看喔 禮是五 阿 依非助善道是有 你看還是希望你二邊不早 所以大家一定要資助 菠蘿菠蘿蜜多的教育 是二六十中你回觀環照 你的有邊的執著多不多 你的無邊的執著多不多 可是你今天要進步 無上正等不理 你不得不自我栽培到這樣的水平來 因為你一定要非禮依非助 聽得懂啊 所以今天我要訂功課 但是我不要執著那個功課 聽得懂啊 我要訂功課叫做非禮嘛 可是我訂那個功課 我不執著功課 所以那個叫非助 這樣聽得懂這一次嗎 所以你今天可不可以拜佛 可以 但是你在拜佛 你的程度的觀念很高了 你在拜佛的時候 應該安住非禮非助 你不要在拜佛裡面還要 跟環露一樣 跟那個小學一樣 我的拜佛是為了消異 這樣我才拜佛的 你現在的程度不能 逗入那個階段喔 聽得懂 所以我們的非禮非助這個會 並不是叫你不要拜佛 不要不要練佛 如果這樣的教育 就逗入斷見 聽得懂嗎 你要記住喔 你手上拿煉珠練佛的 你如果讀了波羅法會 你拿煉珠 你這個用功修行者的 那個正量安住什麼 非禮非助 聽得懂嗎 因為非助我才不會慢心 不然我手上拿煉珠 你看我多厲害 我把煉珠練到都金色色 結果早有編 早有編 聽得懂嗎 就有助嘛 你怎麼有辦法達到非助 聽得懂 所以我拿煉珠練 我並不是為了標榜 我很認真用功的 假如你認為你拿煉珠 才叫做一個像樣的修行人 出家人 你就不懂得非禮非助 你都不懂得非禮非助 但是你可以拿煉珠來提醒你 你的拿煉珠的水平是什麼 安住非禮非助 非禮就是我不離開拿煉珠 然後呢我拿煉珠以後 我不要標榜我拿煉珠有多厲害 我沒有這種煉珠想法的時候 我叫做非助 聽得懂這意思嗎 非禮聖道能得聖果 以非助聖道中能得聖果 所以是不是佛陀在波羅法會的教育都是親近平等 希望你自我教育 用親近平等心做一切的 因言式 行住坐臥以莫動盡體安然 這個才叫做波羅波羅蜜多的教育 所以則何以聖意地道吉道果 修以不修不可得果 這個畫起來 今天我們在聖意地的角度來說的話 因為前面佛陀有總結 所以則何總結 在聖意地的角度 在世俗地的角度 我可以說你可以被我看出你是一個休閒人 可是在聖意地的角度 你今天見到道吉道果修或不修不可得 你要自我栽培這個才叫聖意地 也就是說你可以拿念珠 可是你這個修行人 如果你懂得法義 你拿念珠的這個修行人當下就是聖意地 如果你不懂得法義 你拿這個念珠你就是世俗地 這樣聽得懂 在於你喔 不是在於你外表拿念珠不拿念珠 是你這個當下有道無道自己知道 但是有道無道自己知道 那個道你是要按住剝落觀念的正道 還是剝落以下只有邊的那個聖道呢 就看你啦 看你這個用功修行人 所以道吉道果修以不修不可得故 所以以後你們讀剝落法會 人家問你法師法師修行人修行人猛衛修行人 你現在用功修行你要修成什麼樣 你要跟他回答我要修到不像樣 聽得懂嗎 你不要說我要像佛像觀世音菩薩 結果修了一輩子都不像觀世音菩薩 因為你根本沒有觀世音菩薩那個轉化執著的能力 聽得懂嗎 你不能看外表 你要告訴回答 我要用功一修行修到我要做到離世紀 看不到人家看到你是一個修行人的樣子 你就成功了 你被人家看出來都還不行 聽得懂嗎 你就表示你還是環乎味 環乎味 因為什麼波羅波羅密波就是在交易你二邊不早 而不早不是推翻二邊 推翻二邊我們就叫做墮路斷見 我們是不早他 不早他就是我還尊重他 聽得懂 你看我不早一百分 我尊重一百分 聽得懂 好 如是善先 諸菩薩摩薩行生波羅波羅密多時 雖為友情失色聖果種種差別 那菩薩摩薩為著引導眾生 要跟眾生講 如果你證出果要斷三節 要把那個三節習氣改掉 如果你要證二果 你要把貪節稱節改掉 因為我們的果位不是用世間的分數 來打分數 我們是用呢 放下執著的比例 抗開執著的比例 抗開煩惱的比例 來說果位的 所以 而不分別啊 在有為界或無為界 失色聖果分為差別 而且我不在意到底是在 有為界或者無為界 聽得懂啊 有為界的有為呢 有為界的有為啊 就是說我有起心動念 我現在有一個目標要計畫 但是這個有為我沒有做那個惡法 所以我叫做有為的善法 聽得懂啊 如果我的有為起心動念 就是早有邊然後胡思亂想 我叫做有為的惡法 聽得懂這一次嗎 所以你一定要理解喔 然後呢 而不分別有 那無為界呢 就是我做任何一件事情 百分之百努力去做 但是做過以後 都不再起心動念回想他的時候 這時候你的修行人才安住在無為界 無為界不是不做事情喔 無為界是更要做事情 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在那個回憶啊 說我找有邊或著無邊 這個才叫無為界的人 聽得懂 無為界的 所以諸位你如何去判定啊 你這個修行人在有為的範圍階段 無為的範圍階段 你自己個人了解法意以後 自己打分數 聽得懂啊 為什麼 因為有道無道自己要知道 不能糊裡糊土了 聽得懂 好 據說善限 護白佛言 若不分別 在有為界 或無為界 失色生過 混味沙北 迎何如來 因正等劫 斷三劫 明義如 你看喔 前面叫你不要指走那個果位 可是現在要反過來 你看那個學生善限 如果我們都沒有把這個果位弄清楚的話 那我們今天用功修行 出果要斷三劫 我們要怎麼斷 你看善限 又把他的老師所回答的 又把他反問過來 你看喔 所以說 細瘦三劫 互白佛言 假如我不分別 這個叫有為界 無為界 然後呢 失色聖果分為差別 那 迎何如來 因正等劫 你可以講 出果斷三劫 你怎麼有辦法講這句話 聽得懂這一次 斷三劫叫育流果 然後我的貪跟吃 撐越來越薄弱 所以叫做 薄逸貪撐 叫做一來果 這是二果的人 然後呢 我斷 順下婚五劫 順下是玉劫 這是玉劫裡面的前面的五劫 五劫就是出果斷三劫 二果斷兩劫 這個就是五個劫 五個打劫 你自己劫就是煩惱直走 那你要正三果的人 你要有心理準備 要把屬於玉劫範圍的 前面的身見節 宜節 戒經其節 貪節 稱節 全部擺平 我們才叫做三果的人 所以以後你們要 自我栽培有沒有果味 你看這個就知道了 你看 你自己回觀晚照 看佛陀所教士的 你有沒有做到 如果做到你就說你正三果 聽得懂 因為正三果的人 他的臉相面相也不會變 他還是華爾如是 聽得懂 他只是他的逆心 身心裡面 他把前面玉劫的 所以為什麼叫做斷順下婚 下婚就是指玉劫 聽得懂嗎 如果上婚是指色界無色界 四果歐羅漢的人就要斷上婚 上婚就是屬於色界範圍的煩惱直走 色界範圍煩惱直走 是不是比異界越來越輕 但是你還有只有 你要必須改掉 只是色界跟無色界 如果斷掉 我們才叫做歐羅漢國 所以你看說 短順下婚 五節永進 永遠不再升起 我們才叫做 不會回到異界來投胎了 所以叫做不還國 不還國就是我不會再來 所以你今天會不會 所以將來會不會來御界 投胎不投胎 是看你這一身邪佛 你有沒有要改善你的五節 來決定 聽得懂嗎 不是你的佛號來決定 是你這個用功修行人 你有沒有把你的身見解 宜解 戒經其解 貪解跟稱解改掉 來決定你將來會不會來這邊 聽得懂 我們佛法沒有保送兩個字 沒有保送兩個字的 只有救世論是 你自己要不要把心甘情願 要不要把你的我進身見 布施出來 施捨出來 聽得懂 我們沒有保送的 聽得懂 如果要保送也要自己自保 不是別人替你保證的 你要自己自保說 我已經 二六十鐘 我已經把我的身見解 宜解 戒經其解 聽得懂 改掉 我今天才有出國 好 然後呢 斷順喪五分解永進民歐羅漢 為什麼叫順喪 就是 社界無社界的煩惱 直走 要改掉 才有資格證歐羅漢國 所以叫做斷順喪分 順喪分就是喪惡界 就是屬於社界無社界的 那社界無社界的煩惱 當然比異界的眾生的煩惱更輕微 可是你要證歐羅漢國 你也要把他拿掉 在社界裡面 所以你要記住 我們三國的人 他如果在這一身 人道中他證三國 可是他以後走的 他住哪裡 他還是住在社界內 五不環天 你要懂 他是住在第四禪天 這個裡面的一個有五天 五天那個叫做五不環天 可是還是在社界裡面 還在三界裡面 那你必須要證到歐羅漢國 你才有辦法斷順喪分 就是屬於社界 因為我們釋迦摩六佛法 絕對不鼓勵你進入無社界 聽得懂嗎 他不會鼓勵你進入 所謂空無邊注定 四無邊注定 無所有注定 會微想注定 他在社界 就要栽培你 成就無上正等補底 因為進入了四空定以後 那你要成就無上正等補底 沒有機會的 因為你會墮入空間 聽得懂 所以一定要在社界裡面 而成就無上正等補底 不能再無社界 聽得懂 所以為什麼我們 在以前大波羅金的教育 我們如果是真的佛弟子 為什麼你今天到了社界 你今天要更上一層的網 無上正等補底 你中天要加修那個慈悲喜捨 這印度本身的外道是沒有 我們還要加修 慈心定 喜心定 捨心定 慈悲喜捨 聽得懂 為什麼 不要讓你忘記 無上正等補底 這條路到底要怎麼走 不然你馬上跳到四空定以後 什麼都忘光光 什麼都不應負責任了 連無上正等補底 你也會主動放棄掉 聽得懂 你要記住 因為釋迦牟禮 我就怕你們 進入四空定 連要成就無上正等補底 這一條路 你也自己把它放掉 放棄掉 不行的 所以我們要加修 事無量心 慈悲喜捨 跟印度當時的那個外道 他從四禪定就跳到四空定 我們佛門是四禪定中間要修慈悲喜捨 才可以錄四空定 為什麼 要讓你記住 同體大悲無言大慈 聽得懂 要讓你記住一下 不然你有一天你錄了空無邊促定以後 你真的安住在那個無所住的 空無邊促定的定律以後 你什麼都忘了一乾二淨了 不行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施設佛法的不同 好 大家把我們剛才把這個出國二國三國 這個法理弄懂 諸位你們今天要不要證明你今天有沒有進步 用釋迦摩尼佛所說的為標準 所有的曆代不管是漢傳祖師 藏傳祖師做參考就好了 因為他們畢竟 並不是我慢心 並不是師父有教慢心 因為我怕你們不要再陰謀走來走去 所以你聽釋迦摩尼佛話就好了 你不要再聽那個釋迦摩尼佛下面的那個學生的那個弟子 雖然他的分數是很高 但是他沒有究竟圓滿 你要聽得懂嗎 你要聽是聽究竟圓滿的人的話 你不要再聽 那些還在走上無上正等菩提 雖然他的程度 他每次考試的分數比你高 他也是你的善知識 但是他畢竟不是究竟圓滿的無上正等菩提的人 你要懂所以你要聽佛陀的話 好下面 之所有集法皆是媚法 集法就是合合法 那凡有合齒有故彼有 那個齒有故彼有 凡有一定會媚 所以凡有集法皆是媚法 如果你懂 如果你了解馬上懂 你看你叫做獨解不敵 聽得懂嗎 所以你要記住 當你了解凡有集法就是媚法的時候 你那個集法你的早有的比例 就越來越減少了 聽得懂 所以所以你要記住 你任何 你們今天學佛 你的觀念 一定要接受波羅波羅密多的教育 什麼叫波羅波羅密多的教育 我講通俗白話一點 你喜歡用什麼法來修行沒關係 我都尊重你的訊息的延期法 但是你喜歡那個法 你要告訴你自己 我是借用那個法來破我的我值 絕對不是用那個法來栽培我的功法成就 你要記住我們佛法是這樣的教育 所以你可不可以練這個佛號 可以 可是你用這個佛號來破你的 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 才對的 聽得懂 你的一心不亂裡面含什麼 破人見我見眾生見受者見 才可以叫一心不亂 聽得懂 這樣答案 你今天才會 幹嘛 下面 永斷煩惱習氣相敘 明佛無上正等不定 你看喔 你才可以叫做 世尊 我當迎合之佛所說 甚深欲去 也就是說前面佛陀都跟 善現當一個學生跟佛陀講 我今天親近你釋迦牟尼佛 那你已經告訴我 要答出國 出國的水平是什麼 要答惡國 惡國的水平是什麼 要答言解 言解的水平是什麼 要答無上正等不定 他的那個答案是什麼 你都有告訴我了 好 下面喔 世尊 我當迎合之佛所說 甚深欲去 就是前面所說的都叫 甚深欲去 為不分別 在有為戒或無為戒 世射聖果分為差別 我如何去辨別 什麼叫有為戒 什麼叫無為戒裡面的 果味的差別 我怎麼有辦法知道 佛告善現 一意迎合 所說一流一來 不凡歐羅漢獨解菩提 及佛無上正等菩提 你看喔 現在老師訪問學生 那我們剛才講的 出國 二國 三國 四國 乃至獨解 乃至佛無上正等菩提 如是聖果 那我要問你 他是有為還是無為 是有為還是無為 善現對焉 如是聖果為是無為 因為善現被佛陀已經 世俗地的辟語 善現被佛陀已經摘別是 博士班畢業的人了 所以他當然直接就回答 無為 如果今天佛陀一樣用這句話 問我們 請問我們要怎麼回答 這位你想想看 一意迎合所說 一意迎合我們前面所說的 因為為什麼 老師還要反問善現學生 你到底懂不懂 因為本來是 其實善現也是裝糊塗 是為了未來的眾生而問 為什麼 因為眾生 未來眾生 他不一定有辦法問佛陀那麼高竿的問題 善現替我沒問 所以誰說佛告善現反問 你剛才所問 那我們剛才說 一流一來不凡歐羅漢國 獨解菩提其佛無上根本菩提 那我問你 這樣的聖果到底是屬於有為還是無為 善現對焉如是聖果為是無為 這記住 反過來主委你們 做任何一件事情 你當下有沒有辦法 馬上栽培自己是無為法而做那件事情 什麼叫無為法而做那件事情 眼睛看色塵 是無為還是有為 耳朵聽聲塵 是安住無為還是有為 所以你自己截觀看看 聽得懂嗎 你自己截觀看看 那我們跟大家講 無為這個無並不是沒有的為 如果你這樣解釋你會墮入斷見 聽得懂嗎 有為兩個是大家比較會懂 可是無為你不能解釋錯誤 你解釋錯誤那個無為那個我 以後你就跑到斷見空見那一條路去的 不是 這個無為是所有的為 所以我不主動指著他 我尊重他的言其法的發生現象 這樣的境界才叫無為的境界 師傅解釋這樣你聽得懂嗎 所有的六根一到六成的有為我都盡我的能力去做 但是我在做的當中 發現自己我在做有為的操作當中 我不記著有一個好或者壞 是或者非 生或者妹 真或者簡 這個才叫做無為法 聽得懂這樣的答案嗎 當然你要記住喔 所以才說 佛告善現 無為法中有分別我 在我一定對一切作為都不分別的 怎麼還會說無為法中會有分別呢 當然善現知道答案 善現對佛也是尊 因為善現一定理解嘛 好佛告善現 一義贏何 若善男子善女人等 通達一切有為無為皆同一項 所以有為其實是等於無為 無為也是等於有為 聽得懂 所以大家要記住喔 我們現在在聽課的時候 也是有為的聽課 也是等於無為的聽課 也就是說從有為的聽課 我們信念無所住 無所住就是無為的程度 聽得懂嗎 所以說所謂無相 這個才叫做不只取一切相 所以叫做無相 當於而時 多以諸法有所分別 於此有為或無為佛呢 那我問你 所有切法裡面難道有 把它分那個有為跟無為嗎 好我現在問一個世間的闢語 的闢語最好 我們前面這個佛像 這個以佛像角度 我的佛像有叫做莊元佛像 或者不莊元佛像嗎 我的佛像有分有為跟無為嗎 沒有 我這樣用例子你這樣聽得懂嗎 就知道 原來這個佛像沒有有為跟無為 它是法好如式的佛像 聽得懂嗎 因為我佛像是無情的佛像 我這樣辟語你們比較會懂 現在問題是我們是有情分別的眾生 你可不可以轉化成功 你把你當作佛像 那人家問你 請問你這個人莊元不莊元 你聽到以後 你當下的那個起心動念 到底是高興或者不高興 如果你是高興不高興 你就倒入有為有落法 的心態 因為我們今天拿佛像當辟語 大家比較容易理解 因為他是無情的那個 那個材料所做成的 聽得懂 但是我們今天是有情 用有情這一段來問你是有為還是無為 就不容易夠關喔 你要懂喔 所以無為不是斷見的無為 也不是不負責任的 無為反而要負責任 然後以再負責任的框架裡面 不直取有邊無邊 我們才進入無為的境界 我們找一個有邊 我們就進入有為 或者假如我們在有為又起煩惱 我們就有為有落法 所以善現對焉 佛也是尊 佛告善現 諸菩薩謀殺依附如是 當然達到菩薩謀殺的水平很高了 他當然理解這個 所以就佛告善現 如果達到菩薩謀殺 當然也是你 如你前面善現所回答的答案一樣 他們都了解這個道理 行聲般若般若密多時 社會有情先收諸法 而不分別所說法相 這些菩薩謀殺雖然 跟所有的友情講這些的諸法 可是他不分別所說法相 為內空故乃至無性至性空故 就是18空或者20空 這個空就是清淨平等 都要記住 你們一定要漸漸把它改為習慣 18空這個空是空的解是清淨平等 那清淨平等是哪一些可以培養 不主動指走一切法 不計較不主動計較一切法 我只是看延期就好了 比如說我們今天在六樓看到 隔壁的這個工地在座 我們只看就好了 在看的當中啊 你的截觀力要自我截觀說 我沒有去分別那個工地裡面的那個工人 抬這個抬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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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子在調東西 你只看他的延期發生的功能作用就好了 你不要再有你的意念放進去喔 好我現在是講說 你今天打開窗簾看外面的施工的工 這些工具 因為你看那個機器在動 那個機器在動是無情 無情你來作為一個友情看無情人 看你可不可以突破直走 這樣聽得懂意思嗎 我們今天喔 今天要訓練無直走 有情的人 我是有情的人 來看無情的環境 來看大雪山來看玉山 這時候我會放下直走比較容易 現在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什麼 就是有情看有情的時候 你會不會回觀望照 看到你的身見的念頭出來 如果你看到你的身見的念頭出來 大家要記住不是退步 你反而叫進步 因為你看到你的直走 所以你還有辦法就拔你自己 我們怕的是無明不知道答案 無理無睹的 連截知自己有直走不直走都還搞不清楚 這叫無明眾生 所以諸位你沒放心 當你有直走看到我有直走 我告訴你還對你自己有救 假如你都看不清楚這個叫直走 直有邊或者直無邊 你都看不清楚 那真的對你自己就沒救了 所以大家 因為我剛才跟你回答 我們叫做善分別的解釋 善分別聽得懂 你要懂可是我們這個分別 沒有產生三獨五蓋的習氣的妄念出來 聽得懂嗎 譬如說我說問你們 這支佛像漂亮不漂亮 在你們的角度你可以用你的觀點來評論他 莊嚴不莊嚴 但是我雖然回答莊嚴我不貪 我雖然回答不莊嚴我不撐 你重點是那個起心動念的不貪不撐要建立起來 可是人家問你這個佛像莊嚴不莊嚴你要回答 因為你不能破壞世俗地 你用你的角度來評審他莊嚴不莊嚴沒有關係 聽得懂嗎 因為本來世俗地每一個人的成長經歷的答案是不一樣 沒關係 但是你要當你在回答的時候 你要當下回觀完照 你會不會有稱謂蓋 碳力蓋的念頭起來 你會不會有慢心的念頭起來 譬如說我問你 說這個佛像莊嚴不莊嚴 然後你回答我 然後我下面我要繼續回答 你有跟我沒水準 這個佛像叫做莊嚴不莊嚴 你這樣看不懂 如果我們跟人家回答這樣子 我告訴諸位 你再回答這樣你就是已經得慢心 聽得懂嗎 你都得焦慢心 可是你如果這個解察力你沒有看到 你反而理所當然回答對方 可是你不知道 當你回答對方 對方的至尊被你傷害了 可是你不知道 你因為你的經驗很豐富 因為經驗越豐富的人 慢心是很容易馬上發作 可是他的解察力如果 沒到位的時候他自己看不到 因為他被習氣帶動 聽得懂嗎 他被習氣帶動他就回答 聽得懂 就算他修養很好嘴巴不講 喜心動力也不行 聽得懂 你問我那我嘴巴不講 那我心裡這樣 這個某某人實在有夠差勁 你這個念頭有夠差勁 那個慢心就出來了 可是 你如果沒有這樣境界考試 你又不知道你有沒有過關 所以有人問你這個漂亮不漂亮 你剛好訓練當下的傑觀 你不要逃避 因為逃避會鬥入斷見 什麼叫做斷見 我告訴你 你不要問我 這個佛像不裝不裝 我就法爾如是 你以為你在回答的時候 很漂亮的字眼喔 法爾如是四個字 可是你已經鬥入斷見 可是你還是不知道 你看我們的解知解察 要解知解察那麼微細喔 你不要以為你跟人家回答 這樣裡面沒有那個慢的習氣出現喔 有 聽得懂 好 下面 而不分別所說諸法相 也就是說我雖然為友情先說 因為我要 因為友情不懂嘛 不懂那個十八空的內涵內容 所以我要跟他解釋 但是我跟他解釋的時候 我不能用那個慢心 這些友情有夠水準不夠 連這個十八空都不懂 這個念頭一起來 你的慢心就存在 所以我們 所以你們要記住喔 欸 我們人一人之間喔 在教導對方的時候 有幾句話你們都要避免 不要出現出來喔 欸我跟你交幾遍了 你怎麼都不會 這個念頭都不能起來 因為這個念頭起來 慢心就起來 聽得懂這意思嗎 你不要以為小小的那個細節喔 他就在看你的我見身見 自我覺察嚴重不嚴重 假如你的自覺的那個定力啊 節制力很好啊 你的節制力幹嘛 節制到我用世間的屁 顯微鏡一千倍 你要記住喔 你是用顯微鏡一千倍 來看諸法的生命現象 請問一千倍以下的執著 你會再執著嗎 不會 我為什麼闢語這個一千倍顯微鏡 因為我要用這樣的闢語 來跟你說止觀不二 聽得懂嗎 那個你不要以為那個顯微鏡一看 那個是代表止觀不二 止觀的境界平等欸 你今天才有把你自我教育 用一千倍的角度看世間的因緣相 所以你用一千倍的角度 倍數來看世間的因緣相 是不是一千倍以上 他的形容者叫做什麼 如夢如養願如幻化如水泡 聽得懂嗎 你要懂喔 我們今天會 今天我們講那個金剛經 後面的如露一如墊這個屁 這個是功夫耶 這個不是形容詞耶 聽得懂 我們把它當形容詞 好不然你們就把一輩 如夢如陽焰這樣看一看就好了 看一看我發現自己執著還在 聽得懂不是耶 那個真的是實際的功夫耶 聽得懂 為什麼 因為是轉化你的身見 所以我用如夢如陽焰如形相成 如飯如墊來跟你當一個屁 看你還會不會 在這個插樓的如閃電的有邊裡 還會好奇心的直有邊 聽得懂 所以大家如果漸漸理解的話 那你這個身口欲善願 就自然而然被栽培無助身心 而這個時鐘都接受一切延期的發生 但是你這個用功欲善願安住無所住 無所住不是推翻一切陰影 不要讓它發生 是非對受高低迷走都不要再發生了 那不是的 你如果這樣子把是非對受高低迷走都推得遠遠的 你就是墮入斷見 因為你不願意接受延期 聽得懂嗎 所以你要注重你現在的果報陰影的延期 就像釋迦摩尼佛接受 釋迦摩尼佛的家族被琉璃王給殺掉 他一樣接受 聽得懂 而且你接受的人不能起稱惠心 好吧 哪時候我再起一個兵來殺你劉璃王 如果這個念頭起來 那怎麼可以叫做無上正等補體的人 無上正等補體不能再找有編 聽得懂 雖然那個有編是逆境的有編 你也不能找 你也不能找 好 如果大家慢慢理解以後 為內空故乃至無性自性空故 使菩薩摩尚自以諸法無所執著 你看自己喔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講 我們今天的佛法 其實都在教育所有修心人 自己截觀你的執著嚴重不嚴重 這個為課題 不是那個外表的公法 如果你注重外表公法 也無可後悔 但是用注重外表的公法 來看你的執著嚴重不嚴重 所以你要注意這個講 叫做我們佛法的重點 你看喔 使菩薩摩尚自以諸法 你自己喔 要這樣先自立 自以諸法無所執著 所有的法包括前面已經講 五印十二路十八戒 乃至最後的一切智到像智 一切像智一切智 乃至於無上正等補體 你在走這一條路的時候 每一個階段都要在那個階段裡面 訓練不止走 我用世尊的辟語 小學階段有小學階段訓練的不止走 當你讀到初中國中 初中國中階段的不止走的程度 當你讀到高中也一樣訓練不止走 你在高中階段三年的延期裡面 一樣訓練不止走 你到大學四年五年六年一樣 栽培不止走 我們今天發無上道心 從你開始出發心 到你成等症結 每一個階段都要自我教育 不止走三個字 聽到嗎 不止走三個字不是不負責任斷見的說法喔 是要努力用功而不要止走 用功有用功的效 聽得懂嗎 所以才說 自以諸法 自己在諸法努力用功的過程當中 無所止走 依能 我們也要教別人 聽得懂嗎 我們要介紹別人 依能教他以諸法中無所止走 聽得懂嗎 好 好再來 下面都在訓練不止走 所以每一個功課都要做 那個功課都要訓練不止走 所以我才說 用世俗力的辟語 你今天要拜佛 在拜佛訓練不止走 你今天要練佛 在練佛中訓練不止走 你今天要打坐 希望在打坐裡面訓練無所止走 這樣聽得懂 這個才叫波羅波羅密多的教育 聽得懂嗎 你要懂喔 假如你今天沒有了解 沒有讀這一段 你看我們現在不止走 不是那個揮法的不止走 我們現在講不止走 都是講那個用功修行半道的不止走 已經不再講那個揮法惡法 我們講的都是無揮法無落法的 不止走的程度 所以才會跟諸位講說 未以布施波羅密多 你看六度是不是那個水平都很高的教育 是啊 但是你要在六度裡面 訓練不止走 聽得懂嗎 所以說未以布施波羅密多 乃至波羅波羅密多 無所止走 好 我們要修禪定 我們修禪定的用意幹嘛 訓練不止走 今天你不要再標榜說 我修禪定有多厲害不厲害 你說你多厲害不厲害 你看你多用你止走的前套 你以後會越修越苦 你要懂這 所以你今天要用功沒關係 但是用功的根本的教育要教育你 用那個功法來回觀反照 你的止走嚴重不嚴重 聽得懂 所以一以示禁律 事無量事無設定 無所止走 你看喔 我們現在講的都是 無漏法的訓練的不止走 無所止走 一以示念住乃至八勝道之 你看我們修三十七道平 都是為了不止走 無所止走 而不是在標榜 聽得懂嗎 你要記住喔 所以一以示念住乃至八勝道之 無所止走 一以空無相無厭解脫門 無所止走 你一定要記住 我們今天讀的這一段 假如這一段 你能夠應用得當的話 舉一反三 你才叫做真實的修行人 什麼叫真實的修行人 無所止走 聽得懂嗎 假如我們被人家看出來 你是很修行人的 用功那個形象被人家看 我們都還修不好 你要懂 所以我才跟諸位講一個細論 有一天我跟他們 他們請我吃飯中午的時候 那我們吃飯以後我們就走路 走路走到那個我們的火車站的那個 那個百貨叫做什麼百貨 星光 星光 我遇到一個高人 我嚇一跳 我嚇一跳 因為她 我走在她前面 因為我可能我男眾走的比較大步一點 然後我超過她 然後那個女眾 她在星光上班 可是她走到我前面跟我講一句話 她講什麼話 她說師父 哇你的修行的功夫 很厲害 你真的才叫修行人 我一聽到這叫我真的我嚇一跳 你們都跟我在一起都看不到我是修行人 我被一個外行人看出來 你看我的著相嚴重不嚴重 我聽到這句話我不是焦慢 歡喜心人 我說我今天被一個沒有修的人 他在十二樓上班 我問他你在幾樓上班 我是講說改天好像是面見他 但是現在已經忘記他的形象了 他說你中咧 不是男中咧 他說什麼 因為他看我走路 我問他你怎麼知道我是修行修得好修不好 我說你的公務會比我好 你是怎麼修可以判斷人家 他就點點 他就走到十二樓上班 我說你們台北市有高手 你要懂 聽到我今天做一個出家中 一個修好修好都被人家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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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給人家看出來 但我不是修行人 聽到 所以我在想說我如果來修到像濟公佛佛 讓你們都看不到我是怎麼樣的人 好所以要記住喔 我們今天用功修 我剛在講那一段不是編故事喔 而且如果是故事也是真的故事 沒有妄語的故事 好 一以四念柱乃之八聖道之五手之走 所以要記住五手之走四個字 五手之走不是叫你不做那個功課 是要做那個功課 然後栽憑你五手之走 所以你看喔每一個功課都要做喔 也就是說我雖然說達腦不止走 所以但是你要所有功課把它做完滿 才證明你做到五手之走 所以就從前面的 聖念柱乃之八聖道之五手之走 一以一切圖羅尼門三摩地門五手之走 一以五眼六神通五手之走 一以如來實力乃至十八不共法五手之走 一以無妄思法橫住捨信五手之走 一以一切自道相知一切相知五手之走 一以一切不上謀善行五手之走 一以諸佛無上正等補體五手之走 一以一切自至無所之走 是菩薩摩薩無直走故 一以一切皆得無愛 這個話題來總結 你們今天想要達到無愛 那你二六時鐘 把你直走的缺點先把它抓住 然後把那個直走的缺點的 有邊無邊的那個直走 慢慢給他減少 因為我們是在環無地 我們沒有辦法像菩薩摩薩馬上一刀切 我們還做不到 但是我們節觀自己的直走慢慢降低 聽得懂嗎 你要做到這樣 這個才叫做聖身波羅波羅蜜蜜多的禪定 如果你的禪定能夠安住五手直走四個字 那才叫做真正的聖身波羅波羅蜜蜜多的華理教義 如諸如來因正等節所變化者 就像我們今天要承受正的真節 我們所看到的這個變化的境界 雖行不是波羅蜜蜜多乃至波羅蜜蜜多 而以彼國不受不住 畫起來 我們今天要做這個功課 但是希望做這個功課你要達到不受不住 聽得懂嗎 然後唯有有情波蜜蜜 故如是乃至然 雖行一切自治 而以彼國不受不住 唯有有情波蜜蜜 為什麼叫做波蜜蜜 這個波是禁怒的怒的意思 就是怒蜜蜜 這個波因為它是幻靈 把我們幻靈那個幻文的音的波 可是波它的含義就是禁怒的怒的意思 怒蜜蜜蜜的意思 也就是說所有的那些 你所做的功課你都可以做 但是希望你做那個功課 你要達到不受不住 當你達到不受不住的話 你就怒蜜蜜 你可以手上拿念書練這個佛號 可是這個佛號就是不受不住 用這個佛號你可以拜佛 用在拜佛的當中你達到不受不住 因為你要怒蜜蜜蜜 聽得懂你要怒極盡的意思 內盤是極盡的意思 所以我們早上跟大家講 其實我們用阿納波那就可以怒內盤 就可以你當下就可以怒內盤的 並不是我們死掉那天才叫做怒內盤 不是 所以我們在生的時候我們怒內盤 我們把它叫做友誼的內盤界 所以唯唯有情波內盤故 諸菩薩摩薩依附如是 行生波若波若密多時 以一切法若善若非善 若有記若無記若有若若無若 若世間若出世間若有為若無為 切五直柔這個總結畫起來 我們今天要訓練不止走 我們用世間的白話文來說 你一道逆境訓練不止走 一道順境訓練不止走 這個是不是這裡所說的 以一切法若善若非善 然後若有記若無記 你看兩邊都要怒內盤 然後若有若若無若 若世間若出世間若有為若無為 皆無止走 依無所愛 建議你們畫起來 真的你們要自我栽培教育你們 要教育到這樣子 然後這個教育都是在截觀兩個字的 截照而已 沒有公法喔 所以記住喔 沒有公法 如果有公法的話 你可能以後 又會把你自己引導到那個 有所得的那個境界去了 你如果了解這個 這個波羅波羅密多的教育 那個公法 也就是等於波羅波羅密多 假如你沒有先讀波羅波羅密多 你可能會著想 包括像師父一樣 假如不理解波羅波羅密多的教育 我還是有所得 我還是有所住 我沒有辦法達到無所得無所住的水平 所以則善打諸法如實相故 什麼叫做實相 生命不止走叫實相 來去不止走叫實相 增減不止走叫實相 要記住喔 這個才叫真正的實相喔 所以我們今天善打諸法 我今天看你年紀越來越大 你的表妹會越來越老 只是老的喔 如果你懂你老的比較慢 如果不懂老的比較快 為什麼叫不懂 因為執著操心多嘛 所以老的比較快啊 聽得懂 你如果那個執著操心 沒有那麼在意的話 你當然外表老的不會那麼快啊 因為沒有辦法看到你每天由頭加密 由頭加密會老的快 聽得懂啊 你如果沒有由頭加密 你怎麼今天會老的快呢 為什麼老的快 你內心一定有執著 我現在講那麼白 你不要去看人家好不好 你拿鏡子先看你 師父跟我講這樣 以後我會看人的 陳醫師 你怎麼越來越少年 陳醫師聽了這句話 心裡多高興 因為我不執著訓練成功啊 真的 我告訴你 今天我們執著 我們掛愛的事情就很多 掛愛的事情很多 是不是看起來人很蒼老 因為大家 那個 苦美醜年啊 聽得懂嗎 心是一大堆啊 那你是不是看起來很老 一定啊 看起來很好啊 但是大家無執著 摘憑你 讓人家看不到 你是一個修行人 你就是 怒了波羅波羅密度 聽得懂啊 你要記住喔 為什麼 所以則何 善打諸法如實相故 實相故就是接受八部的發生因緣事 就是不生不媚 不增不減 不來不去 不依不義 我們一般講八部 其實大波羅密度加起來有十六部 我們不是只有八部 因為這些二邊的對立的因緣相 都要磨練 都要磨練的意思 生妹的因緣相 你遇到了以後 你要超越 所以叫不生不媚 真跟減 多跟少的因緣相出現 你要越過他的執著 所以叫不增不減 所以不生不媚 不增不減 不來不去 不是口號 不是那個搓相的理念 就是論事 六根一道六枕 然後去截之 截之 生妹的因緣相出現 你會不會著生或者著媚 真跟減的因緣相出現 你會不會著真 會不會著減 你看我剛才跟你們講實話 我剛才著相 剛才還沒有上課之前 有一個機師拿一個杯給我喝 師傅 這杯是沒毒的 這個是沒有三毒五蓋的咖啡 我說他的功能比我高 這咖啡沒有三毒五蓋 我聽得好高興 我已經找編了 我今天福報那麼好 我這邊怎麼喝的那個 沒有三毒五蓋的那個咖啡呢 你看別人都沒有喝 只有我喝 哇這個念頭起來 這叫焦慢心起來 如果你起焦慢心 你還截之道 你還有救 我們就怕 連叫慢心都看不到 這叫無名 你捏救了 你就被擬了 聽得懂嗎 所以諸位你要懂得 這個叫做善打諸法如實相顧的答案 如實相不能推翻一切世間的 那些的生命增減來去意義的因緣相 不能推翻他喔 你一推翻他就多入斷見 聽得懂嗎 就多入斷見了 好 第二分 我們開始講善打品 第七十七之一 耳池祭壽善獻白佛言世尊 諸菩薩摩薩行生 波羅波羅蜜多時 如何善打諸法實相 也就是你怎麼摘你 坦白講我們剛才上一品跟這一品 如果你通達以後 佛法沒有那麼困難 佛法最困難是 換不掉自己的執著 比聽經文法還嚴重 你要記住喔 聽經文法其實做學文很容易 但是要放下你的執著 比什麼都困難 但是你們今天想要成等正結 也不得不一定要越過這個關卡 就是執著不執著兩邊 你會不會太在意他 如果這個沒有進步沒有轉化 你今天再修什麼功法 你只不過停頓在人天福報而已 你都是有所得 你沒有辦法把五印奢入十八戒 把五戒八觀哉戒十三月到的話 然後用無露的觀念去受五戒 無露的觀念是受八觀哉戒 無露的觀念去受菩薩戒 如果你不了解 你一定會著編 著編以後就是以後有露的福德音源 有露福德音源我們在經典就已經開始了 你以後就是人天的果報而已 天道的果報我們最多當誰的部下 第四天的部下 刀立天那個範圍 可是有些人會跑到四大王仲天那邊去 天樂道 那有些跑到什麼 我們這個國土我們在四大洲裡面 我們叫南瞻部洲 那你在南瞻部洲 雖然你有用功修行 可是你有邊的執著還在 你可能下一輩子 很多人不理解 都忘記了 他可能投思虛擬後洲 他可能投桃到北基如洲去 可是那邊的境界 跟你肉眼手看的極樂世界 你如果不懂 你不要以為搖頭說不一樣 你如果不懂 你會把它當作一樣 告訴你 因為光一個犀牛後洲的那個 一爆的果報就贏過你了 就贏過我們南瞻部洲了 可是你南瞻部洲的眾生 如果沒有天清音法 你怎麼分辨 你看到一個好境界就把它摘下去了 就把它跑到那邊去 你怎麼有能力分辨 沒有 因為你的業 業就是你的記憶的觀念 的想法 好 耳時既受善見白佛眼世尊 諸菩薩摩侯薩 行聲波洛波洛蜜多時 如何善導諸法實相 佛靠善見 諸菩薩摩侯薩 行聲波洛波洛蜜多 好我們來證明你有沒有得到實相 你要先把你的缺點的習記改掉 才證明你有沒有得到實相 不是只有那個抽象的理念安住而已 你看喔 下面如所便畫 要記住下面畫起來 你看到六根一道六成 你不會被三讀五概所影響 這個才是真正的答案 所以叫做不行一切 貪嗔痴絕 你看喔 你生活一三月裡面沒有貪嗔痴絕 這個你要自己自解智奏症 你要自己解之喔 聽得懂嗎 有道無道要自己知道 你不要再問釋迦牟尼佛 我今天有沒有修到 如果你自己不知道 就表示你根本沒有天清文法過 你糊裡糊塗再用功修行 你要記住喔 如所便畫不行一切貪嗔痴絕 你看我們佛法 根本不跟你講抽象的理論 跟你講真的踏實的用功啊 你這個修行人 不管你手上拿煉珠拿咒語 這個都沒關係 當然我要證明 你拿煉珠煉佛拿煉珠持咒語 你要自己截觀 你拿煉珠煉佛的當下 請問你貪生痴的境界意到 你還有沒有三讀起來 這個才是重點 聽得懂不是看那個外表喔 我不是看你外表在拜佛禮佛 我不是外表在看你拜八十八佛 在拜那個三千佛 我要在你 在拜八十八佛三千佛的當中 你的三讀蓋的習器有沒有起來 如果你又起來 你現在不是在拜那個千佛 你在拜千讀 哪什麼千讀 貪讀 撐讀 一字讀 大家都有拜佛過 像師父以前初學都不了解法 我都有拜佛過 你知道我真的在拜佛嗎 我在拜煩惱佛 在跟我的煩惱在打架 哪有在拜下去有一次清淨心的都沒有 聽得懂 但是外表你在拜阿彌陀佛 在拜八十八佛 在拜那個三千佛 可是你自己有道無道 自己知道你很清楚 我在跟三讀五蓋打交道 因為一拜想到我的先生 想到我的女兒 想到我的生意 想到我要去營養 想到我要去蔡市場 請問你在拜蔡市場火嗎 你在拜銀行火嗎 沒有阿 嘴巴是在念那個佛號 可是我們的意業不清淨 聽得懂嗎 所以諸位你不要起慢心喔 人家問你說 某某人你一天拜幾拜 我告訴你你要回答 沒有一拜拜成功 不然你可以試試看 我現在講這句話 你今天回去晚上你拜一 十拜看看 你十拜有沒有真正的清淨 我講清淨是什麼 十拜裡面沒有三讀五蓋的習慶 你自己被干擾你自己 你才叫做清淨禮佛 假如你一禮佛下去 都在胡思亂想 都在找有編 都在被習氣所干擾 你哪有一次拜佛拜成功 沒有阿 所以以前我到外面上課的時候 很多人都在念賊 師傅我一天拜多少佛 我說你拜佛 為什麼拜佛拜到今天 像佛子一樣 他不知道我在挖苦他 我說你好像拜佛是此佛會比佛 你每拜一拜都是胡思亂想 跟佛子差不多 你還在說你在拜佛 或者知道你真的在拜佛 哪一個佛 佛子的佛 你哪有真的清淨心在禮佛 我說你如果清淨心在禮佛 你怎麼在跟我對談的時候 你那個眼光阿 你的口氣怎麼那個焦慢心那麼嚴重 你要聽得懂阿 你不應該有焦慢心的語氣阿 假如你禮佛成功嘛 十大願望你把它做成功嘛 誒 禮敬諸佛呢 第一條裡面的下面是什麼答案 你有沒有讀阿 禮敬諸佛是為了去除七種慢 才禮敬諸佛呢 所以你的禮敬諸佛有沒有成功 我要證明你的七種慢有沒有化解掉再說 如果我化解掉我才說你禮敬諸佛100分 你如果禮敬諸佛是在敗數量 你沒有100分 你還是歸零 因為你的習氣 聽得懂這一次阿 你用數字來增長慢心 跟禮敬諸佛的法理是相衝突的 所以你們都有讀過那個普賢行運品 應該你們讀過那個變數比我多 我現在都還沒有讀過一遍 因為我覺得時間太長我沒有時間讀 不過我了解法義就好了 了解他裡面的義理重點比較重要 我要去想辦法栽培我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 我們都要做功課 那個功課裡面 不行色印乃至適應 不行遠處乃至遺處 不行色處乃至法適 不行遠處乃至遺處 不行色處乃至法處 不行遠處乃至遺處 遠處乃至遺處 不行遠處為遠所生諸壽 乃至遺處為遠所生諸壽 尤其我們特別跟大家提醒一下 遠處為遠所生諸壽 這個對我們凡烏如來講的結照力 真的不知道他的答案 眼睛一看到一個射整境界 然後這個眼睛看到所 遠處為遠所生 因為諸壽就包括苦壽樂壽 不苦不樂壽 你為什麼眼睛一看到一個境界 你這個樂壽會出來 這個過程你知道嗎 不知道 你的答案被習氣養成 根本你不知道他的過程 會有那個諸壽產生 所以我對於特別 大波金每次講到說 遠處為遠所生諸壽 乃至遺處為遠所之諸 我最有感想 什麼感想 因為我根本沒有定律發現他 眼睛一看射整 讓我產生那個歡喜心高興 不高興這個瘦的情緒之後 怎麼會馬上冒出來 我找不出答案出來 所以你看佛陀的結察力 結觀力 那麼維繫跟你標出來 希望我們要馬上結之道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好 我們翻到呢 我們第二分善達品第七十七之一 我們的頁數是一千零六十五頁 耳時寄受善現白佛元 世尊諸菩薩摩薩 行聲波羅波羅密多時 如何善達諸法實相 所以我們一定要記住 什麼叫做諸法實相 諸法實相裡面就是說你 這個實相就是你要接受 他的延起生魅相 生魅增減來氣一意 他就叫實相 你看我們等一下上課下課以後 我們都要離開 這個叫做實相 那我們在兩點之前上課 你們來這邊聽課 這個叫做上課的實相 我們到了五點要下課 就是下課的實相 那在這個實相裡面你們要自我截觀 截觀什麼 就是說你的三堵蓋的習記會不會冒出來 我們的佛法是重點是在這個 我們佛法重點是 要得到那個道德品性內涵的提升 而不是一直在著有邊 聽得懂嗎 不在著有邊 所以你今天要用功可以 但是你一定要記住 用功要讓你進步 進入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神相 是因為你這個修行人 你的著有邊的習氣 三堵蓋的習氣要越來越減少 如果有一天你減少到 因無所住而升起心 你就栽培你野蠻了 聽得懂嗎 你才真正的野蠻 好 那我們下面就講說 什麼叫做善打諸法實相 佛告善謙 諸菩薩摩薩行生 波羅波羅密多時如所變化 因為你一定要記住 一切包括你在如實觀的這個人 他也是變化的人 因為你是四大五印和合變化而成的 所以以事實來講 我們被我們的父母親的因緣給生下來 可是我們對在法德裡面裡面 我們聽清文化久了以後知道 這個肉體是短暫而有的肉體而已 那我們借用這個短暫的肉體 因為這個短暫的肉體 叫做如所變化式 那我們借用這個短暫的肉體 我們來栽培自己 幹嘛 不行一切貪嗔吃解 要記住喔 這個才是真的重點 我們修學佛法不能一輩子 一直停留在那個做協問 做哲理的那個討論 因為你做哲理的討論 你如果三獨蓋學期沒改 你還是反乎的眾生 你只是說你的協問被人家說 你是碩士畢業 博士畢業 你只是這樣子而已 聽得懂 所以你一定要記住喔 我們今天修學佛法 希望你在修學佛法 減輕你的執著 執著越減輕我們才叫做不行 聽得懂嗎 所以不行一切貪嗔吃解 聽得懂 你今天用功 如果眼根一道色塵 你還提貪一概 稱謂一概 那你不是對你自己說不夠氣嗎 你不應該這樣子才對 我們剛開始環路的時候 看不到我們有貪解 稱解 但是我們聽清文法以後 就開始把鏡子擦亮一點 看到我還有貪解跟稱解的習氣 讓我慢慢聽清文法 用我的止觀不餓 止以觀的不餓教育 讓我的那個貪解跟血的那個比例 以前是 眼根看色塵 所有的麵都是貪嗔吃無大 現在聽清文法 因為我在修習止觀以後 我們把那個貪嗔吃的執著 從以前的麵一直縮小變成一個線 然後縮小到一個點 然後縮小到無手柱 所謂縮小 你要自己節制到 你有沒有縮小 你不要再去拔杯問佛菩薩 說我現在已經修了扮演 有沒有進步 你不要再去拔杯 玩那個世間的戲論法 你不要再玩這個 因為你有聽清文法 你自己自解制作證 你自己會清楚的 所以你要記住 不行一切貪嗔嗔嘴 不行適應乃至適應 不行 不行就是不要主觀的觀念去執著它 叫不行的解釋 聽得懂嗎 不能照字面解釋 就是我不要有主觀觀念的起心動念去 所以我現在做武運做得很好 你不能這樣子 所以不行適應乃至適應 不行遠處乃至適處 不行適處 不行適處乃至法處 不行遠界乃至適界 不行適界 不行適界乃至法界 不行遠視界乃至適視界 不行遠處乃至適處 不行遠處 走身諸法 不行無明乃至老死 但是大家一定要記住 不行兩個字要重複跟大家解釋 不行不是斷媚見 所以不做任何一件事情叫不行不是 是不要主動主觀的觀念再去執著 剛才我們所要用功的這些法 這樣解釋不然以後把不行弄到斷見 以後真的是你冤枉 冤枉佛陀所開示的波羅波羅蜜多 所以不行不知波羅蜜多 乃至波羅波羅蜜多 不行是盡力是無量是無色地 不行是戀柱乃至八聖道之 不行空無相無願解脫門 不行內空乃至無性之性空 不行真無乃至不識意界 不行苦即滅道聖地 不行八謝托乃至十片處 不行靜觀地乃至如來地 不行舉喜地乃至法淫地 不行一切土羅尼門三母地門 不行五元六神通 不行如來十利 乃至十八佛共法 不行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隨好 不行無妄思法橫住舍信 不行一切自道相自一切相自 不行逸流國乃至獨解菩提 不行一切菩薩謀善行 不行諸佛無上正等補體 不行一切自治 不行內法外法 不行隨敏出產 不行善法非善法 不行有祭法無祭法 不行有弱法無弱法 不行世間法出世間法 不行有違法無違法 不行聖道及聖道果 諸菩薩謀善行神波諾波諾密都死 一負如是 所以大家你們如果發言要成等聖節 你要有心理準備 二六時鐘都要做到不行 但是這個不行不是斷見的不行 是不執著二邊 但是所有功課都要做 從你五運皆公的功課 一直做到無上正等補體的功課都要做 為什麼都要做 來證明你執著不執著 有沒有做成功 不能都不執著才叫做我不執著 這個答案是斷見 空見 你要做 做到一百分而不執著一百分 這樣才對的 我們把圓滿兩個字當一百分 好 然後不行聖道及聖道果 諸菩薩謀善行神波諾波諾密都死 也是一樣的教育 所以什麼叫做行神波諾波諾密都 做一切功課 不只有一切功課的有所得 有所住 所以我們以世主帝來講 所有全世界的宗教 只有釋迦摩尼佛宗教 在教我們無所得無所住 不然所有的宗教的教育 都是有所得有所住 但是我們當佛弟子 自己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釋迦摩尼佛的教育 其實就是讓你不惜一切法的執著 只有他老人家在教這個正念正見 但是我們當他的弟子有沒有做到 那另外一回事 你沒做到當然很可惜 假如你能夠一教奉行做到佛陀 剛才我們所說的不行五運 一直拿到不行聖道及聖道果 如果你能夠做到 當然你是真的是一教奉行的佛弟子 不然你只有停留在什麼佛教徒 聽得懂師父的形容詞嗎 佛教徒還沒有佛弟子 教徒是信仰而已 教徒沒有要解脫 聽得懂 但是你如果更上一層樓 願意當佛弟子 你要有心理準備 要塞掉很多職種 你要不要 如果要才叫做佛弟子 師父講這樣的擺不擺 擺啊 聽得懂啊 希望你不要 我們剛開始學佛 包括師父以前剛學佛 我那時候叫佛教徒 因為我還是把那個釋迦摩尼佛 當作那個神在拜的要求 你要給我智慧喔 如果你給魔甲先有智慧喔 這樣你不公平對待我 因為我先拜佛 一天拜一天拜 我對你最老實最忠誠的 所以你一定要給我先有智慧 這個叫做教徒的心態 聽得懂嗎 就是你要得到波羅波羅密多的那個智慧 你都希望別人送給你 希望諸佛送給你 這個叫做教徒的信仰 但是我們今天啊 從以前師父不瞭解佛法之前 我也經過佛教徒這個階段 我一樣有所得啊 我也一樣很喜歡神通感應啊 這個我都嘗試過了 都已經經歷過了 但是我知道 唉唷 那個還不能解脫啊 因為佛教徒沒有辦法解脫 佛弟子才可以走解脫的 所以你如果要當佛弟子 你要想辦法 我們今天不是那個 胡思亂想的執著放掉 連我們從五運皆空的執著 連我們一直達到 那個無上正等的補底的執著 都要改掉呢 這叫不行兩個字呢 這個時候才叫做真實的佛弟子 所以你哪時候栽培你這樣子的水平 不然你現階段都還叫佛教徒 聽得懂啊 因為你還在被希望啊 那個諸我菩薩靈靈靈靈 靈靈靈你幹嘛 業障消除保佑平安 一切智慧開顯 你還停頓在這個階段 你還停頓在這個階段 聽得懂啊 因為佛陀已經教育你 你今天要成等正解 是要靠自己自己自揍症 不是我給你 我只是把我今天成就無上正等補底的經驗談 分享給你們大家知道 因為我也是這樣子爬上來的人 怎麼爬上來 從五運皆空 從五運的延期的訓練不执著一直爬爬爬 爬到連對無上正等補底的执著也要放掉 一切智 道相智 一切相智 一切智智 你要懂呢 連這個最好的佛法的善法的执著都要拿掉 都要不执著 這個法務 要接受這樣的概念真的不容易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那個 就是以生計來接受有所得的 要拚才贏已經習慣的教育 聽得懂嗎 只要我努力我會成就 只要我努力我會成就 可是我們佛法的剝弱剝弱密度 只要我放下執著才會成就 不一樣喔 以前是不懂 所以說我要努力用功我會成就 這個是不是有所得 現在讀大剝弱經事 對一切法 我要放下執著我才會成就無上陣的福庭 不一樣喔 答案是不同喔 所以建議裡面 從以前的佛教徒 提升到真正的佛弟子 然後慢慢進入喔 佛弟子我們又分 從佛弟子提升到聖弟子 就聖人那個聖 你看我們經典為什麼都會跟這些歐羅漢 叫做聖弟子 因為他們都是建法以上的水平 所以才叫做聖 聖人的聖 聽得懂 不是聖下輪迴得那個聖喔 所以你要知道我們佛法在標 這個弟子的當中你要小心看 為什麼有些會叫做一般弟子 有一邊會叫做聖弟子 就是看你建法 有沒有得到出國以上的人 得到出國以上的人才可以叫聖弟子 然後呢我們多聽經文法 前面又多加兩個字 多聞聖弟子 現在你們願意聽經文法 你們現在只能叫多聞弟子 因為你還沒有建法誤道 所以我不能在你們面前說 你們叫做多聞聖弟子 因為你們還要指我見我像 人像眾生像還很嚴重 所以我不能在你們面前跟你誇口 喔 你們每一個人都得到 都已經達到多聞聖弟子 沒有 我只能說你們是多聞的弟子而已 不能加聖 因為加聖是要建法以上的人 才可以加聖弟子 你要知道我們佛經的標籤 是這樣定義 可是今天好多人都不知道他的含義 為什麼有時候這個法位佛陀教 這個叫弟子而已 為什麼叫做多聞弟子 為什麼叫做多聞聖弟子 以前我剛出學我搞得不理不讀 為什麼有這樣的分別 後來慢慢才知道 慢慢才知道經過幾年 二十年而已 二十年才知道答案 早期我也不知道答案 也都糊裡糊塗 所以諸位你看欣許多重要 好 下面 既受善見 互擺佛遠 迎合所變化 而能修盛道 諸位記住這一句話 迎合所變化 而能修盛道 佛告善見 所變化者 你看佛陀回答善見的答案 他的答案是什麼 什麼叫做所變化者 依修盛道無懶無盡 你看不執著懶跟盡 大家記住前面那一句話 依盛道什麼叫盛道 建華以上水平的人 才可以叫做盛道 所以出國以上的人 才可以叫聖弟子 然後呢 依修盛道無懶無盡 我修盛道喔 我在懶跟盡裡面不執著 所以叫無懶無盡 以不輪轉 你看也就是說你達到這樣子 你才不會再逗入諸趣的 生死六道輪迴 你看你要記住喔 我們今天如果不了解法義 你看我們極樂世界的施設 為什麼還跟你施設酒品 就是你還沒有建華以上的人 所以你還在酒品裡面呆呆啊 聽得懂這一次 你要懂喔 酒品是你沒有建華以上呆呆的地方 叫做酒品耶 所以你不要以為你酒品就很了不起 你沒有了不起耶 為什麼 你要在下品下生經歷十二大劫 你看你在那邊下品經歷十二大劫 你看你在那邊下品經歷十二大劫 你還沒有建華誤導 因為你沒有花開建華誤身 花開建華誤身就是建華誤導的人 這個是觀經所解釋的 無量壽經解釋什麼 你如果沒有建華誤導 你還無法進入那個極樂世界 可是你在極樂世界外圍的胎工 他的名相在胎工兩個字 待多久 五百世 你要懂耶 所以你在那邊待五百世 如果有善之士聽經無法 你願意聽你才有辦法進步 如果沒有辦法願意接受的話 就像我們現在人道眾生 如果你沒有聽聞波羅波羅蜜多金 你要轉化執著是很難的 包括師傅在內 以前如果我沒有讀大波羅金 我今天要提升我的道業的進步 我也不可能 我還是找友編的出家人而已 聽得懂嗎 我還找巴豐 歷腮毀撐雞鼓勒 我還找在那個範圍裡面而已 這時候你沒有解脫 聽得懂這次 所以不是你外表現出家這樣就要解脫了 沒有耶 所以你在學習解脫的路子 還在努力當中 所以大家要記住 佛告善見 所變化者依修聖道無覽無盡 以不輪轉諸氣生死 你還要有自己有把握 你不要退到六道裡面輪轉生死 這個才叫做所變化者而能修聖道 據說善見 互白佛遠 諸菩薩摩薩行生波羅波羅密多時 以一切法迎合善把皆無時事 我了解一切佛法以後 我不會再去主動指友編的 因為我知道 所以他的問法 善見老師問釋迦摩尼佛 迎合善把皆無時事 皆無時事就是不要再找友編 也不要再找空編 唯一個有 佛告善見 以一迎合一切如來陰正等結 所變化者唯有時事 一思時事有懶有盡 極有輪轉諸氣是否 所以這一段的問法 老師反過來問善見 如果你今天找有編 找這個變化式唯有 你看喔 一切如來陰正等結 所變化者唯有時事 有時事就找有編 你對無上正等不理追人 你找有編 一思時事 你因為你找有編 所以你的有編裡面 就有昏染跟近的找有 但記住喔 你們不要以為說 找有編只是找善華的有 沒有 找染污的有也叫有編 要記住喔 所以他說 一思時事有懶有盡 其有輪轉諸氣 那這樣子會有輪轉生時 你看喔 本來是學生問老師 現在反問老師問學生 這樣子會不會六道輪迴 你看喔 你看下面的回答 一般的人喔 看到這樣回答也會嚇一跳 為什麼 善獻對約佛也世尊 你看這樣的回答 都是哪一個水準 我用世俗地的P 這個都是博士班回答的答案 不是博士班跟小學生回答的答案 所以你要懂囉 所以你看喔 兩個喔 老師也注重灰 學生回答也注重灰 你看喔 這個水平都是大學比壽士以上回答的答案 你看不然今天如果佛告訴我們喔 佛告善獻這個問法 如果會問我們 請問我們怎麼回答 所以你將心比心想一下 你怎麼回答佛頭 你看喔 我們再把這個問法再念一遍 佛告善獻於盈何 一切如來因正等級所變化者 唯有時事 一絲時事有來有盡 其有輪轉諸氣是佛 你看喔 好 善獻對焰 佛也世尊 非諸如來因正等級變化者 有少時事 並不是 你剛才所問的那個諸如來因正等級所變化者 有少時事 非一彼是有來有盡 一五輪轉諸氣生死 你看喔 非喔 所以你要記住這個非就是超越 夜過去了 佛告善獻 諸菩薩摩薩行聲波羅波羅密都死 以一切法善打十相依附如是 也就是說如果你善打十相的人 有一天你的功夫夜以栽培到無上正等補底的水準的時候 你還不能執著他喔 你要記住 你不能執著你夜過一切之道相之一切相之一切自自 你又不能執著他 所以如果你能夠做到這樣子 以一切法善打十相依附如是 通打之法多無俗事 你看喔 所以一切法都要用功 但是用功對那個諸法裡面的用功裡面 不要著一個有編 做那個法希望讓你達到無所得無所住 我可能講白一點的話喔 你們就比較會懂 就是我手上男這個拿摩奧陀佛這個佛號 我用這個佛號 然後用這個佛號栽培我這個修心的達到什麼 達到多無佛號的有所得可念的子種 要記住這一句話 所以叫多無時事 所以你不要以為練佛號要打到一心不亂 這個觀念是對哪一個層級講的 對小學生講的 可是你現在對於博士講 就不能這樣講的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你對於博士來講 令這個佛號是要幹嘛 令這個佛號達到什麼 一切法多無時事可之種 這不一樣的答案喔 我這樣講你們聽得懂嗎 你要懂這個喔 因為你的水平越來越高 釋迦摩陀佛的回答才會越來越高 你的水平如果低的話喔 佛頭也只能跟你講說 為什麼要多念佛 就是因為要忘念 多念佛是為了要消除忘念忘想 所以要請你多念佛 這個是程度低的人的回答 聽得懂嗎 如果你的程度越來越高的話 我練這個佛號我一樣可以練 可是我要把這個佛號練到多無時法可得 這樣聽得懂嗎 我用這樣的屁你們就聽得懂 這個是教育的水平 這個學生如果程度越高 因為善限的程度一定高嘛 就不用說嘛 那如果相對這一句話 如果佛頭問我們 佛頭不會這樣回答 不會回答善限這樣的答案的 他一定會跟你回答 一份耕耘一份收穫 聽得懂 你聽了才會喔 那個逆心才會踏死嘛 聽得懂嗎 可是當你進步以後 佛頭為了讓你進步 要跟你改變回答 一份耕耘一份無所得 為什麼佛頭會跟你回答無所得 因為表示你這個學生進步了 所以我才跟你回答無所得無所住 假如你沒有進步的話 我當然就跟你回答 有所得有所住 所以我就跟你施設叫九品 因為九品都是有所得有所住 聽得懂這一次嗎 你如果漸漸理解波羅波濃密度 你建議大家如何摘別你教會你自己 從一個有所得的聽經文法的水平 然後慢慢聽慢慢聽慢慢欣喜 然後達到無所得無所住的水平 這樣聽得懂 因為你的目的幹嘛 圓滿無上陣的補體 你既然要圓滿無上陣的補體 你不得不吸收 不得不犧牲 所有一切有所得有所住的觀念 你一定要犧牲掉 你才可以得無上陣的補體 如果你還要有所得有所住 那無上陣的補體離你很謠言 很謠言 你要懂喔 所以你要得到無上陣的補體 你要犧牲多少我職啊 你要犧牲多少你的法職啊 這個才叫做懂波羅波濃密度的教育 聽得懂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 所以才說佛告善現 諸菩薩摩薩行生波羅波濃密度死 你看喔 假如你是行生波羅波濃密度的那個當下 以切法善達實相依附如是 什麼實相呢 無所得無所住才叫做諸法的實相境界 然後呢通達諸法幹嘛 多無實事可得 都不能有一個直取的可得喔 有邊也不能直走 無邊也不能直走 亦有亦無也不能直走 非有非無也不能直走 要記住喔 但是不直走不能 不是代表斷見空見喔 只是不直走 要記住喔 不是否定喔 下面我們再來講細一點 你看喔善現喔 記錯善現戶白佛言 唯一切色受想行事如化佛 唯一切遠處乃至欲處皆如化佛 唯一切色處乃至法處皆如化佛 唯一切遠處乃至欲處皆如化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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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說你證明你有沒有執著 有沒有成功 這些都要經過重新考試 所以為什麼還要從五運考試 因為你已經知道盧夢幻泡影 那你就要從五運開始培養 你真的做到盧夢幻泡影嗎 那你真的從十二處十八屆做到盧夢幻泡影嗎 你要知道我們剝落法會 假如講說你成功 那我們就要一個細心的 那個微細處來看看你真的有沒有做到 不執著的成功 所以我們還要從五運開始磨唸 從十二處十八屆開始磨唸 聽得懂佛陀的教育 不能光公公說白話說我已經打到不執著 那沒有用的 我們要來五運考試一下 十二路十八屆考試一下 一切字到相字要考試一下 聽得懂嗎 你要懂 所以我才會跟 佛陀才會跟善線 善線也跟佛陀說我們今天要訓練不止走 是不是要從這樣子的當中 為一切五運是不是叫如畫 是不是這樣子磨唸開始 再來呢 為一切遠處 乃至一處皆如畫佛 為一切遠處 為原所生諸受 乃至一處 為原所生諸受皆如畫佛 為一切地界 乃至世界皆如畫佛 為一切因緣 乃至真上眼皆如畫佛 為一切從緣所生諸法皆如畫佛 為一切無名 乃至老死皆如畫佛 為一切的布施菠蘿蜜多 乃至菠蘿蜜多皆如畫佛 為一切是建立數量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修禪定 就是要在禪定看看能不能在禪定裡面 得到如畫的境界 而不是在禪定裡面要標榜 我得到初禪 二禪 三禪 以後準備死得更慘 為什麼要死得更慘 早有編 你看一直早有編 早有編 早有編你的三獨五蓋習氣一定會出來 百分之百一定會出來 早有編的人跑不掉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所有的功課 你們讀得多的法會 所有功課都要做 都要圓滿 但是功課要圓滿 都要做的時候 要幹嘛做到如畫 如夢 如揚艷 聽得懂嗎 如幻如畫 如揚艷不是代表不做 如果你把它解釋不做 你就是墮入斷見 聽得懂嗎 所以才說 然後 所以你要把所有功課真的要去親身體驗 那個功課裡面的如畫 不能嘴巴嗖嗖而已 聽得懂嗎 然後 唯一切是念住 乃至八聖道之皆如畫佛 唯一切空 無相無厭解脫門皆如畫佛 唯一切內空 乃至無性之心空皆如畫佛 唯一切真如 乃至不失意皆皆如畫佛 你看你從五應到這裡都要自我截觀提升 有沒有真的做到如畫 不是那個功課不做 說我叫做如畫 那你這個回答會墮入空間斷見 你都要做 做到都真的如畫 唯一切靜觀地 唯一切八聖道 乃至十片處皆如畫佛 唯一切靜觀地 乃至如來地皆如畫佛 唯一切洗洗地 乃至法淫地皆如畫佛 唯一切靜羅尼門三某地門皆如畫佛 唯一切五眼六神通皆如畫佛 唯一切如來實力 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如畫佛 唯一切三十二大四項八十隨號皆如畫佛 唯一切無妄思法 恨注捨心皆如畫佛 唯一切一切智 道相智 一切相智皆如畫佛 然後唯一切一流果 乃至獨解普體皆如畫佛 唯一切內 菩薩摩善行 無上諸佛 無上正等 得不皆如畫佛 你看這些功課都要做 做到你真的如夢幻泡影 才算成功 絕對不是只我喊口號而已 不做那個功課 然後我說一切法都如夢幻泡影 那你會墮入斷見 你都要親身體驗過 從五眼皆公一直體驗到 那個一切智 道相智 一切相智皆如畫佛 再來唯一切一流果 乃至獨解普體皆如畫佛 唯一切菩薩摩善行 諸佛無上正等普體 然後皆如畫佛 唯一切若善法 非善法 若有祭法 無祭法 若有若法 無若法 若世間法 初世間法 若有違法 無違法 皆如畫佛 所以你這些 剛才我們所讀送過都要親身體驗 來親身體驗做到如畫 不能什麼都不做叫如畫 聽得懂嗎 好 佛告善現 也就是說善現問佛陀這一句話 就是如畫的磨練要從哪裡開始磨練 從前面的五眼皆公道一切智 照無上正等普體 所以佛告善現 如是如是 色等諸法 無不如畫 色等諸法就是我們剛才所讀送的 從五眼色受想形式到後面的 世間法 初世間法 若有違法 若無違法 皆如畫 而且要走過以後才叫做如畫 如果都沒有走過都不能叫做做到如畫 好 七受善現 富百佛言 若一切法如畫則 諸所變化皆無實色 若無實色受想形式 乃至無實有為無違 如此亦無雜然清淨 你看喔 今天我們用功修行 大家如果有辦法進步 進步什麼 就是人家問你 某某人 你今天邪佛 你為什麼目的來邪佛 那你邪佛的目的是幹嘛 以後要回答 怎麼回答 我邪佛的目的是不找有為跟無為 你要這樣回答 你不要再回答 我今天邪佛是為了要明心見性才邪佛 你會找親近的有編 還不是圓滿的答案 聽得到 我們一般法務如果沒有讀 剝落法會的話 一般都是這樣回答對方 所以你找親近的有編的著相 不行喔 所以你看這一段 既受善見 富百佛言 若一切法皆如畫者 諸所變化者皆無實色受想形式 乃至無實有為無為 如此依無雜欄清淨的執著 所以所以你們今天要慢慢了解 波洛波蜜多 你就越來越內行 人家問你 某某人 那你讀波洛波蜜多 為了幹嘛 你要告訴對方 我在訓練 不找有邊無邊 你要這樣回答 聽得懂 所以你看說 由此依無雜欄跟清淨的執著 你看你雜欄跟清淨的執著都不能執著 然後呢 依無輪轉 諸去生死 依無從筆 得寫脫意 這個畫起來 我今天寫佛不是為了要解脫 你看這一句話 那個外環位聽了會害怕 有孔 有不 也有耳機 難道我今天寫佛 不是為了解脫 我今天寫佛幹嘛 可是到了波洛法會 我告訴你喔 你今天寫佛的目的幹嘛 你不要輪轉六道生死 你依無從筆 得解脫意 所以記住前面那一句話也要畫起來喔 你今天寫佛目的就是不要墮入輪迴 也不要說我今天寫佛 我成就佛道成功了 這個念頭都不能起來 你要回歸 那我們今天寫佛要回到哪裡 清淨平等四個字 大家記住喔 所以希望你們畫起來 你今天寫佛的目的 依無輪轉出去生死 依無從筆得解脫意 你看 你看這一句話喔 對於外環位聽了會害怕 我今天寫佛不是為了解脫我 今天寫佛幹嘛 聽得懂嗎 我今天念佛就是要得一心不難 不然我念佛要幹嘛 我今天持咒也就是要一心不難 不然我練咒也幹嘛 所以你要記住喔 如果你讀波羅法會以後 你的念佛練咒 你的拜佛 你的誦經 是為了什麼 二邊不早訓練用的 我現在用比較白話文的解釋 你今天可以拜佛 但是在拜佛裡面訓練二邊不早 你今天可以念佛號 佛號裡面達到二邊不早 聽得懂這意思嗎 你今天可以打坐 打坐裡面訓練二邊不早 你的答案要這樣子 希望你們接受波羅法會以後 能夠真的接透喔 真的接受幹嘛 二邊不早 二邊不早不是推翻喔 不是推翻那個有跟無 不是推翻用功不用功喔 不是指這個喔 所以我們再念一遍 所以說乃至無實有為跟無為的執著 由此依無雜欄跟親近 聽得懂嗎 依無輪轉朱氣生死 依無從彼得解脫欲 你看我們如果沒有讀波羅法會 我們大部分都會被人家問 某某人你今天為什麼要讀金抗禁 我讀金抗禁是為了開悟啊 請問這句話我回答有沒有有所得的執著 有 聽得懂嗎 你以後要回答 我讀金抗禁是為了破人像我像眾生像 而得到清淨平等 其實你要回答要回答這樣子 聽得懂嗎 你要在金抗禁裡面要有勇氣 拿掉你的執著 所以才會跟你講 你要破人像我像眾生像受著像 我才可以允許你叫做菩薩摩薩的等級 聽得懂我們菩薩摩薩等級不是分數喔 不是世間的每一顆考一百分叫菩薩摩薩喔 聽得懂 好 如果這個你懂了以後 迎合菩薩摩薩以諸有情有甚適用 也就是說菩薩摩薩利益眾生希望 給你自己得到功能的作用 你也給那個聽經文法的眾生得到功能的作用 所以叫做 以諸有情有甚適用嗎 佛告善現 你看喔 現在這個問法是 你已經達到菩薩摩薩 所以佛陀才這樣回答 如果今天佛陀問善現 我們的或者問我們 我們的水平還沒有達到善現這個水平 那坦白講佛陀不會問你這一句話 可是善現已經水平過了 所以佛陀問善現 以諦迎可諸菩薩摩薩 本行菩薩道死 這是你在行菩薩道死 你有沒有再找一個清清清清微微的指走 佛見有情可偷地益旁生鬼界人天去佛 你有沒有看到有一個修行人修行以後 然後處理六道 從六道裡面處理 善現對於佛也是尊 你看喔 你們聽到這樣回答不要害怕 以前我們都被人家教育 我們今天用功幹嘛 是為了處理六道 我今天才要來做佛弟子 不然我做佛弟子幹嘛 我就是要處理六道 我今天才要做佛弟子 可是現在這裡喔 現在回答不是這樣子喔 所以善現對於佛也是尊 你們聽到這一句話 不知道會不會害怕 如果會害怕 就是你還沒有達到那個菠蘿菠蘿蜜多的證件 你還在菠蘿菠蘿蜜多以下有所得有所住的看法 聽得懂嗎 所以你會問佛陀 我今天跟你學佛 不是為了要解脫六道融合 我今天跟你學解脫幹嘛 不是無聊嗎 可是佛陀其實不是這樣 佛陀說希望你跟我學佛 看到諸法平等性 所以裡面沒有人道 天道 第一道 惡鬼道 歐修羅道都分別了 我們的目的是這樣子 所以善現對於佛也是尊 你看老師就跟善現回答 因為善現水平已經知道答案了 對對對對你說的對 所以叫如是如是 聽得懂嗎 所以以後你們問我 我問你們你們如果回答 我會一樣會跟佛陀跟善現的回答一樣 如是如是如如所說 如是如是誅菩薩摩薩 本行菩薩道使 你看喔 這個菩薩摩薩的水平已經很高 所以他雖然出來外面度化眾生 行菩薩道 但是他的心態是什麼 不見有情可偷三界 所以則何 你看喔 這個都跟以前我們初學外環衛的答案 都是互相衝突 你要記住 我們以前剛學伙的時候 外環衛我們今天去拜三之士 然後三之士問你 或者你問三之士 我們今天學伙的目的幹嘛 出離三界 我們以前都是這樣回答 你要懂 可是你現在達到這個水平 諸位你們要懂 摘培裡面有一些提神 菩薩摩薩的這個水平的時候 本行菩薩道使 不見有情可偷三界 所以諸位 假如你聽到這樣子不會害怕 有孔有布有味有趣 那你這個修行人 才叫做見法悟道的人 如果你聽了這句話 會害怕有孔有布有味有趣 你不是見法悟道的人 因為你還找有編 今天你 因為你找有編 你會問善之士 那我們今天學我 不是要處理六道 我們先學我幹嘛 你一定會問這一句話 你要懂喔 可是你看喔 不見有情可偷三界 所以則何 諸菩薩摩薩行 行身波羅波諾密多使 你要記住喔 師父加重以起 行身波羅波諾密多的修行者 一切法通達知見 你看喔 你的知見喔 皆如幻化都非實有 你看 你沒哪時候 摘騙你這樣的程度 一切法多無所有 因為多無所有 你沾染就不會有三爐蓋的 那個發作的習氣會發作 人家對你禮貌不禮貌 你根本不會去在意的 你要懂 你不會去把它放在心上 據說善見 互百佛言 若菩薩摩薩以一切法通達知見 皆如幻化 都非實有 諸菩薩摩薩為何事故 修行六波羅密多 你看為什麼前面回答 叫你不要直走 可是反乎喔 一聽到都不要直走 怕會墮入空見斷見 這個善見很擔心 怕你會誤會 所以又來訪問老師 所以據說善見互百佛言 這個若菩薩摩薩一切法 已經通達知見 這些爐蓋都非實有 那諸菩薩摩薩為何事故 還要修行六波羅密多 你看喔 如果你把它一切法都叫做善事 那一切不做 你會墮入斷見 可是你今天把一切法都叫做爐蓋換泡 你什麼都做爐蓋 你才訓練二邊不早的平衡點 這個才叫清淨平等 為何事故修行四境路 那我們為什麼還要修六波羅密多 還要修行四境路 四無量四無設定 為何事故還要修行四念住 乃至八聖道之 為何事故要修行空無相無願解脫門 為何事故要安住內空 乃至無信置信空 為何事故要安住真如 乃至不失欲界 為何事故要安住苦極媚到聖地 為何事故修行八洩偷乃至十片處 為何事故要修行幾喜地 乃至法淫地 為何事故要修行一切妥妥妮們三某地們 為何事故要修行五眼六神通 為何事故要修行五乃十利 乃至十八佛不共法 為何事故要修行無妄思法橫住捨信 為何事故要修行一切智道相之一切相智 為何事故要修行一切不上謀煞行 為何事故要修行諸佛無上正等不理 為何事故要成所有情 為何事故要嚴盡佛讀 如果下面的答案我們先不看 那我告訴你 我們今天要訓練不執走 剛才所練的這些都要經過 才知道你的執走真的做到一百分的沒有 所以為何事故要無上正等不敵 就是要看你有沒有真的做到不執走 假如說你開口閉口都說我不執走 可是你什麼都不做叫不執走嗎 不是 什麼都要做來證明你有沒有做到不執走 所以無因皆空要做 做到你真的有做到不執走嗎 乃至諸佛無上正等不理都要做 這樣我們才跟你說 你真的圓滿做到不執走的圓滿 佛告三世 做諸友情以切法能至通達皆如幻化 多非十有 諸佛諸摩殺不應經理三無數節 為諸友情修行菩薩難行苦行 以諸友情以切法不能通達皆如幻化 多非十九 世故菩薩要三無數節為諸友情修行菩薩難行苦行 你看我們已經了解這個佛法 可是菩薩摩薩為什麼還要來 那個六大輪迴來幫一切眾生 因為我們眾生有兩條路的直走會走 一個道路有見 一條路道路空見 那這個菩薩摩薩就是要出來告訴你們 告訴我們反乎的眾生 多路有也是錯誤的 多路空也是錯誤的 我們要不多路有邊無邊而來成就無上正等菩提 這樣才對的 我講這樣的那個道理你聽得懂嗎 我今天拿念珠練這個佛號 我來訓練我練這個佛號 我會不會墮入有邊跟無邊 我不是拿這個念珠 只訓練那個有邊的一心不亂喔 不是 我拿念珠 我練這個佛號 我的當下裡面來教育我會不會找有邊無邊 我為什麼要拜佛 我要拜佛在信念在拜佛的當中 我會不會找有邊無邊 我今天為什麼要參加禪奏 我來栽培我 在禪奏會不會墮入有邊無邊 這個才叫做菩薩摩薩蜜多的教育 我現在講這個白話的答案你們這樣聽得懂了 所以你們要學一切法 學哪一切法 從五印皆空的一切法 一直修到一切自治的圓滿的一切法 都要做 做幹嘛 來看到你這個本人的用功修行 會不會墮入有邊跟無邊 你如果都不做功課不算數 聽得懂嗎 你都要做 而且你都要一直 我要用世俗弟的白話我們來講 我知道你會讀書 但是你如果證明你會讀書 你當然你要去讀書 而得到每一課都一百分 我才證明你會讀書 不然我不能講空口說白話 我今天要用一切法來訓練不執走 但是你就要磨練五印到一切自治 磨練你成功我才知道證明你達到不執走 我這樣回答的白話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你要記住喔 所以才說佛告善限我們再練一遍 若諸友情以一切法能治通達接磨化 也就是一切法我都把它做到如問如化你 都做到喔 從唸這個佛號開始 從拜佛開始 從誦經開始 我都要通達拜佛持咒都是磨化 都非實有 諸菩薩摩薩不應經以三無數節 為諸友情修行菩薩難行苦行 以諸友情以一切法不能通達接磨化 都非實有 因為這些眾生不知道這些都非實有 所以菩薩摩薩就不得不 世故菩薩 三無數節為諸友情修行菩薩難行苦行 諸位記住 難行苦行這四個字 不是指說這個修行你要修苦行 不是 你要我跟諸位講答案 最難的難行苦行是那個執著放不掉 那是最難的苦行 你不要看外表 你不要看那個密德日巴的傳記 被他的馬爾巴上司磨念九次 那個叫藍行苦行 不是 其實密德日巴如果懂的話 經過九次八次的考驗 在考驗你的執著嚴重不嚴重 你要懂 這才是我們寫許佛法的真實意 所以你今天為什麼要拜佛 要信念拜佛裡面執著不執著嚴重不嚴重 你為什麼要打坐 要在打坐看到你的執著嚴重不嚴重 這才是我們追求無上正的補底真正的答案 聽得懂嗎 所以你們要把這個要記住一下 要記住一下 所以我後來才知道慢慢了解那個佛法真實意 我說所有法門都很好修 哪一個法門不會不好修 很好修 但是換下執著比那個法門的修還難修 換下執著是最難的 你要記住 這個是我後來寫我的心得報告 你今天要做某一個功課很容易 你今天要得出產二產其實都很容易 沒有什麼困難 只要你願意去做你得出產二產 其實都輕有意極 但是得到出產二產要放下出產二產的執著不容易 聽得懂 但是你沒有經歷過 你不知道放下執著的困難 為什麼那麼不容易 你不能在旁邊說風涼化 那個出產二產有什麼了不起 你如果這個念頭起來你又墮入斷線 你又墮入空間 因為你要得出產二產三產 是為了要放掉你的執著 所以我今天要精進佛道 要記住這一句話 我們行聲波羅波羅蜜多的教育 什麼法都要做都不能推卸責任 但是做的當中你要自我截觀 你做那個功課的當中 你的執著嚴重不嚴重 你要自己考核 不是別人跟你印證 聽得懂 所以大家要記住 四個菩薩三五四節為諸有情 修行菩薩難行苦行 什麼叫難行苦行 放掉那個執著才叫做最難最苦的 你要知道 那個比你每天在佛堂做功課還困難 你要懂 所以你今天要在佛堂 每天拜一千五百拜 我告訴你很容易 但是在一千五百拜裡面放下直走不容易 聽得懂這意思嗎 好 護持善現 若菩薩謀善以一切法不能通達 皆如幻 如幻化 多非十有 不應經以三無數節為諸有情 修菩薩行嚴盡佛土 成熟有情 也就是說你在三大歐真節用功都沒有辦法 以一切法不能通達皆如幻 因為為什麼我們要通達皆如幻 就是因為我們把那個職有化解掉 所以我才會接受如幻 如夢 如陽焰 假如你只有的人 你怎麼有辦法把一切諸法 把它當作如夢 如幻 如陽焰去交易你 你這不可能會交易你 因為你一定找有編 所以成熟有情 以菩薩謀善以切法如始通達皆如幻化 都非十有 世故經以三大歐真其解 就是三無數節為諸有情修行六種波羅波羅蜜陀 所以你為什麼會心甘情願 去無量數節都行六波羅蜜陀 因為你把你所做的一切法 都把它當作如夢放泡椅在做 聽得懂 假如你是有所得的那個練頭 你是做不下去 你一定會做不下去 因為你一定會想要有所得的成績 那你要做這樣你會很困難 廣說乃至成熟有情 嚴禁佛圖 正德無上正等徒體 而實際受善見 白佛眼 世尊 若一切法如幻 如夢 如想 如像 如光影 如陽焰 如形相成 如變化式 這個好像有八個 如幻 如夢 如想 如像 如觀影 如陽焰 如形相成 如變化式 八個 這八個 手畫有情住在何處 既然都是如夢如幻 那你手畫有情你還住在何處嗎 諸菩薩摩薩行生波羅波羅蜜陀 就把令出 你今天菩薩摩薩 因為凡乎一定是著有編 著有編的眾生怎麼會把他著有編 當作如夢如幻如陽焰呢 看待他不可能 佛告善見 手畫有情住在明相虛望分別 這個畫起來 主委記住佛告善見 手畫有情安住在明或者相 這些都虛望分別 諸菩薩摩薩行生波羅波羅 從比明跟相 所以記住喔 明跟相的希望分別 就把令出 所以大家要記住 你今天用功 就把你自己指著明跟相的指著 你要就把你自己 就把你自己就把什麼 明跟相 你要自己 你要自己 你自己 聽得懂這一次答案嗎 去受善見 互百佛言 然後善見又怕我們未來眾生 不懂嘛 然後又細問佛頭 你說我們要就把令出明跟相 那明跟相是指什麼 何等為明何等為相 所以記住喔 你們我們今天讀波羅波羅 慢慢把那個我們執著 不了解的那個癥結 把它找出來 找出來並不是我們有辦法找 是因為佛頭跟他的 師徒之間的對答 替我們把答案找出來 我們只要一教奉行去做就好了 聽得懂嗎 好 佛告善見 好 各位記住喔 何等為明何等為相 所以你看注意佛頭的回答喔 佛告善見 明為是客 這記住喔 我們現在講的名稱 你現在被人家 因為你的肉體是四大五韻 可是四大五韻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名稱 那個名稱都不是你真正的 代表四大名稱的名喔 只是客喔 所以才說 名為是客 為假實色 表所顯義而已 聽得懂 因為你不懂嘛 所以我跟你講五韻的名字而已 五韻也不是死法喔 五韻也只是名字而已 但是因為你不懂 所以我介紹你 我今天要介紹你某某人 這個某某人名字叫這個 這個名字叫客而已喔 聽得懂 所以你們要記住 我們的肉體的五韻 其實也都是名跟客而已 你知道五韻並不是真的有一個 五韻皆空的實有的境界可以達到的 不是 你看喔 你達到這樣的水平喔 你就要提升喔 那個正念正見的觀念 提升了 好我在寵物佛頭告善見 名為是客 要記住這一句話 所以人家把你叫錯名字叫對名字 你不要去在意他 你不要墮怒那個反乎的牽套 你為什麼不攻擊我 你把我名字故意叫錯 你不要再計較這個了啦 聽得懂嗎 名為是客 為假實色 只是假 假界你不認識我 所以我的名字是假 所以我把這個名字當作實色而已 所以叫做為假實色 表守顯意 如果這個名字你懂以後 你就瞭解它裡面的意理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喔 回頭過來 我們今天跟你講五韻十二路十八戒 那個五韻十二路十八戒 也是名而已喔 你不要真的在肉底去找那個名 那個色受響行是像什麼樣 聽得懂嗎 你不要去找了 那個只是名字 因為你不懂所以我用這個名字給你 暫時而有的答案讓你體會法義 為此名叫做什麼 色受響行是 此名叫做眼視乃處欲處 你看喔 你從頭到腳都只是名字 你的眼睛也是名喔 聽得懂嗎 我問你 眼睛兩個字叫名的話 你在你的紙上 然後寫兩個 兩個字叫眼睛 那你一直用你 你已經在紙上寫眼睛兩個字喔 它只是名字而已喔 所以你在紙上寫眼睛兩個字 你用你的鉛筆一直戳眼睛眼睛 你看你的眼睛會不會痛 你的眼睛寫在一張白紙裡面 那你一直戳眼睛眼睛你的眼睛會痛嗎 不會痛啊 為什麼 因為假明 這樣聽得懂佛陀講的意思嗎 聽得懂啊 好 所以才說 此名遠處乃至異處 此名色處乃至法處 此名是眼界乃至異界 此名是色界乃至法界 此名遠視界乃至異視界 所以大家不要被這個名字喔 給騙喔 聽得懂嗎 好 此名為難 此名為女 此名為小 此名為大 此名地義 此名旁生 此名鬼界 此名為人 此名為天 此名善法 此名非善法 此名有氣法 此名無氣法 此名有落法 此名無落法 此名世間法 此名初世間法 此名有違法 此名無違法 此名逸流 此名逸來 此名不凡 此名歐羅漢果 此名獨解菩提 此名一切菩薩某善行 此名諸佛無上正等菩提 此名益生 益生就是我們凡乎的果報 叫做益生 此名聲聞 此名獨解 此名菩薩 此名如來 你看這些都叫名字而已喔 善憲 如是等一切名 為表諸意 為假失色 畫起來 你那個名字都是為了你不懂 我才跟你失色 哪有一個真正叫五運十二六十八戒 是因為你不懂我為假失色而已 你為什麼還要找五運十二六十八戒呢 所以為表諸意 為假失色 那個名稱而已 希望大家不要再找那個名稱喔 所以你們跟我住久了 你們叫我的名字叫對 叫錯 我都不會生氣 因為我其實知道這個名字是為假失色 這個名字裡面啊 叫對 叫錯 叫對不代表你被人家公敬 叫錯不代表人家對你不公敬 你不要再在意這個 聽得懂嗎 你如果還在意喔 那你真的對聖聖波羅波羅密多 的聽經文法用 你都沒有進去這條路裡面 你還在意 所以改天我會故意叫錯名字 看看你們眼睛的反應叫做什麼 看看你會不會被那個眉跟醜的名字給騙掉 欸 俗蘭你怎麼越羞越難看啊 喔 一聽到那個名字叫難看兩個字的名像出來 喔 那個老花眼什麼都恢復正常 我真的不漂亮喔 喔 你看有沒有恢復正常 然後我用順境跟你讚嘆 喔 某某的 你越修越漂亮 真的喔 那個精神都恢復正常 這個我們叫做找有編的執著了 聽得懂這意思嗎 所以記住喔 人家喔 不要說有意故意叫你 要把你名字叫對叫錯 你都要無所住 平平靜靜的 你不要眼睛大小女還要瞪對方一下 你不要落入世間法 世間法真的要恭敬對方 聽得懂 可是我們今天要解脫 所以要無所得無所住 你也不要有儀蓋 故意說那個人故意叫錯我名字 專門要整我 建議大家不要 不是亂講的儀蓋出來 你要記住喔 儀蓋上面蓋個房子就是魚吃著吃 請問魚吃著吃怎麼寫 是不是裡面是魚 那旁邊是什麼 我蓋完家房子 這個魚蓋了房子以後就變成魚吃了 聽得懂嗎 這個師父的細論說 所以記住喔 如是等一切明 唯表諸意 然後呢 唯假失色故而已 一切明皆非實有 諸有違法 依但有明 所以有違法都叫有明而已 但有明 由此無違 亦非實有 我們講無違法也是非實有 是因為你不懂我才跟你講 有違跟無違的對比 假如你懂我何必要講 有違跟無違的對比的名相給你 去猜答案 不需要啊 以乎益生你看喔 佛陀告示善見 就是以乎益生的人不理解 所以我們建議大家聽 聽聞菠勒益生的 希望不要退下來 當疑伏益生了 拜託拜託 你們已經讀菠勒益生了 不要讀菠勒益生 平常遇到逆記 遇到聖境 遇到逆記還在發大發的一點 還在發鄙氣 還在計較 我是比鳩你為什麼沒有尊敬我 你還在計較這個 請問你哪時候才有辦法解脫 聽得懂 所以大家要記住 諸菩薩摩薩 以夫一生以中望子 可是諸菩薩摩薩行身剝露 剝露 蜜多阿 憋怨虛心 一直虛心 方便善巧教令眼裡 菩薩摩薩知道答案 所以清方百計口 口說順說逆說都要教育你 不要再執著下去了 所以方便善巧欠令眼裡 你的執著 作如誓言 名是分別妄想手起 都要記住畫起來 所有的名字都是妄想分別而已 手起 而且也是什麼 一是眾言合合賈力 這個畫起來 真的這個佛陀 所以你們要見法悟道 其實並不是很困難 是心天佛陀跟你講這一段答案 你要不要接受 你要接受 你怎麼還會有執著那麼嚴重呢 聽得懂嗎 你還在意別人在你背後說是非嗎 你剛剛好啊 別人跟你假明說是以非的時候 你聽到 你不執起他 你不是在幫你成就嗎 你還要主動眼離佛道 那你不是很可悲很可憐嗎 聽得懂嗎 聽得懂 好 所以記住 名是分別妄想手起 而且也是眾言合合賈力 希望這個你們畫兩條幹 永遠要記住 別人如果你說你的疑幹很嚴重 別人故意整理不整理都沒關係 因為他在幫你成就活道 聽得懂 你不要再去在意 人家幫你成就活道 你還把對方當作壞人看待 所以衣事眾言合合賈力 如等以忠不應執走 你看佛陀欠導我們 所以以後你的孫子叫你把爺爺奶奶的名字叫錯 或者沒有跟你打招呼 你不要放在心上 今天孫子這樣出事都不跟我打招呼 到沒禮貌 你今天就為了那個執走不禮貌過一整天 回來看孫子回來 回來以後還要跟他計較 你看你已經煩惱一整天了 聽得懂 然後名無時事自信皆公 因為所有一切都是自信皆公 唯有自責 執著空閥嗎 你看這裡訪問 訪問如果有智慧的人 還會執著這些嗎 所以才說這一段裡面要畫起來 這一段真的裡面另外抄寫下來 名是分別妄想所起 名字喔 只是分別妄想而起 然後真實的答案是什麼 眾言合合賈力 聽得名字喔 如等於忠不應執走 名啊 無時事自信皆公 誰有自責 執著空閥 真的有自責的人還會執著那些個空閥唯有嗎 這樣聽得懂嗎 我建議這一段裡面另外抄下了 勉勵自己 栽培自己是不執著的修道人 如是善獻 諸菩薩摩薩 行聲波羅波羅密多 方便善巧 為諸友情 收淺明法 這位畫起來 什麼叫淺 這不執著一切法 我今天講經說法也是希望你們進步 我不是為了要明要立來跟你講經說法 我今天講經說法是希望你們聽經文法以後 發現你的執著嚴重不嚴重 趕快把它改善掉 這個才說我們講經說法聽經文法的 那個目的達到了 我不是要增長知識喔 聽得懂喔 我不是要增長說我今天講大波羅經 有什麼了不起喔 沒了不起 我告訴你 我今天講幾大波羅經 我都吃虧 你知道嗎 什麼吃虧 因為執著全部都要拿掉 請問我這樣有沒有吃虧 我吃虧很多耶 記住啊 因為有便都要一直拿掉 有便一直要拿掉耶 你如果帶環物來講誰要做 所以我們讀大波羅經坦白講真的沒什麼了不起耶 你要有心理準備 所有的只有邊只有五邊全部要拿掉 這才叫做讀大波羅經的用意 所以我們今天讀的這一段喔 各位 你多畫兩頭幹 常常你另外抄起來喔 其實大波羅經很多的開示都很有意義啦 真的都很有 都幫助我們成本聖節來的啦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普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眾生 其功成佛大 其功成佛大 其功成佛大